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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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主管 各位同仁 還有各位貴賓 大家好 那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由產業學院舉辦的 藍海系列演講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非常特別 能夠邀請到行政院的數位政務委員唐鳳前來演講 那在精彩的演講開始之前 我們首先邀請本院的張培仁副院長來為我們引言 有請張副院長 唐政偉 唐政偉 各位貴賓 各位同仁 那個今天很榮幸我們邀請到唐政偉 他是說我叫他全名就好 叫唐鳳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他非常親切 那事實上呢 這個唐鳳呢 他一個小時前 一個多小時就來了 補掉兩點就來了 而且他的包包就丟在這裡 然後就去參觀我們這個 院的這個 這個展示室 他回來呢 發現袋子還在 所以表示我們公園也都一向很誠實 路不時宜啦 還是說呢 事實上已經發現 發現裡面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好 然後言歸正傳 我們還是要介紹我們今天speaker 真的非常榮幸 而且 我們跟他相處了 一個多小時之後 發現是 非常親切 非常親切 說我們可以直呼其名 這樣 我們下次 但是我們董事長來的時候 我們也試試看直呼其名會怎樣 不過這件事情 我們就交給那個羅達賢先生去處理 我們還是要 言歸正傳要簡介一下 這個唐鳳 他 就是同仁給我的資料 我就簡約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今天講的這個內容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懂 不過呢 各位沒有關係 因為我會承認 我會承認我不太懂 那這個唐鳳呢 14歲期就自學 專員這個自由軟體 參與很多開放原始碼的社群 那16歲就創業 16歲就創業 那因為大部分16歲其實都讀高中了 或是在準備重考高中的時候 那他已經成立這個奧奧網公司 2010年獲聘為 蘋果公司的雲端服務在地化的顧問 那唐鳳呢 他33歲就退休了 我29歲才就業 他33歲就退休了 這個讓我實在是非常羨慕 非常羨慕 那這個投入網路的公開之夜 參加這個臨時政府 G0V TW的平台建構 還有2014年 擔任行政院顧問 那跟前政務委員 蔡依林合作 推動虛擬世界法規 調式交流平台 那唐鳳呢 他是台灣史上 中華民國史上最年輕的行政院政務委員 那 因為這個我們最年輕的政務委員已經被他拿走了 所以我們要試試看去想辦法比最老的政務委員 試試看如果我們董事長有一天覺得說我累了 那我們就去報名這樣 那同仁給我資料裡面提到說 這個 唐鳳呢 他是智商180 他是致命的 Hacker 那至於說這個智商180呢 這個其實我有一點類似的經驗 你看各位笑得這樣其實都不太相信我 我連高中的時候其實也有去測過自立測驗 測了第一次之後呢 老師通知我去測第二次 他說我們高中很少 我們這個高中很少 這麼久沒有出現這種分數的學生了 叫我測了第二次 測第二次之後呢 這個老師 我問老師 老師 我自立測驗成績怎麼樣 他說 180 就跟唐鳳是一樣 他說 兩次加起來 所以呢 這個 這個我們高中就發現 很久沒有出現這種智商的學生了 好 不過言歸正傳 我們還是請本尊來跟我們進行今天演講 我們熱烈鼓掌歡迎我們唐鳳來跟各位演講 好 大家好 那剛才就是畫面上這邊有slido.com 那如果有手機的話 都可以 建入這個網址 然後進去之後呢 就按0418 0418 就是今天的日期 然後就可以進入一個提問的平台 那這個提問平台 之前在那個全科會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有使用過 那當時呢 其實 我不確定當時是可以匿名 還是一定要匿名 那個 因為這個平台他可以設定 那後來我就發現說 如果都要匿名的話 就會收到一些就是很沒有意思的這個問題 但可以匿名的話呢 各種這個尖酸刻薄 這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 就會出現 所以今天是匿名的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已經開始看到有朋友來了 那 所以任何時候就是左邊那個0418 那4月18號剛好我生日嘛 那所以今天是我36歲 因為我在院裡面就主要負責開放政府社會企業 那但是後來院長又再加了一個青年諮詢委員會的那個工作給我 那我當時就說我可能只能做半年 因為我再半年就就不是青年了 因為青年直到35歲為止 好 那 anyway 那反正就很感謝大家的祝福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那今天我是沒有簡報的 那所以其實就是完全是靠大家的問題來當作我今天的議程 就是我要講什麼就是大家決定 那所以 不管跟我們這個講題什麼黑客精神 往事整合開放政府 有關的無關的隨便都可以 就往上面丟 那如果你有看到比較想聽的呢 你就按讚 它就會浮到最上面來 那我就是按照 從最上面到最底下的這個順序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有多少時間啊 有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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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12個問題嘛 通常我們兩個小時大概可以處理到可能接近100個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看大家想到什麼 就真的想到什麼就丟上去 然後我們就 就一個一個來討論這樣子 好 那如果都OK的話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那這個就archive起來 那 OK 那 祝我生日快樂的 我可能就先都一起archive起來了 好 因為 非常非常多人祝我生日快樂 OK 好 謝謝大家 好 有一位朋友問說 金融科技它是金融或者是科技 那以數位政委的角度來看 我們在金融科技發展的初期 是否應該要採取鼓勵新興金融產業發展的立場 還是採取維護國內傳統金融與服務產業的立場 也就是說 應該由經濟部來主導 還是由財政部或金融會來主導 這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Fintech 我自己的 對它的這個認知 是說它其實是一種 Grain Market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明確的就是金融會它特許 可以做的保險啊 證券啊 銀行啊 有的沒有的那些事業 那 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有完全不受金管匯 金管匯根本看不到的 好比像說比特幣 這樣子的一些交易 那這個是 我要說是黑市也可以嘛 因為你抽不到稅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 但是呢 大部分我做Fintech的朋友呢 他在做的東西是這兩者中間的 就是說他並沒有真的像那個 我們的就是 就是 Bitcoin一樣 覺得說他完全就是在地下化經營 那但是呢 他也沒有要像這個特選行業一樣 去籌到很大的資本額 然後去申請那個特許的評證 他是在這兩者中間的 那所以當時呢 我們在審一個叫做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也就是俗稱的金融殺核條例的時候 然後 當時我跟就是立法院的一些朋友們的一些說法 好比像說我們的黨團呢 他們當時一開始是對這個的想法 他是覺得 之前沒有聽說過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法系是大陸法系 大陸法系的意思就是說 政府會很明確地說 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它只要是屬於特許的就是管制 政府的角色就是管制者 那所以說呢 那我沒有講你可以做的呢 基本上在那些特許行業裡面都不能做嘛 那這個是大陸法系的一個特點 它不能透過這個實驗性質的判例 實驗性質的這種解釋來處理 如果你要讓特許行業打開 你一定要立法 所以這個在大陸法系國家 我們會是第一個利益 就是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李沙河的法例 是因為這件事情其實除非有很大的政治意志 不然的話 你很難說服那個主管機關說 我現在不管了 我從這個監管的角色 改成輔導的角色 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 當時我跟黨團的朋友們講的時候 就是說 這是一個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你可以選擇去讓它 輔到檯面上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到底值不值得去發展 如果值得的話呢 其實我們法令是可以改的嘛 改了之後呢 灰色就漂白了 漂白之後呢 大家都知道說 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 就可以做 那如果你不給它一個漂白的機會呢 所有的灰色的東西都會轉黑 那轉黑之後呢 你什麼都看不到 而且也不要說 像我們之前討論過的網路賣酒的那個案子 就是說因為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網路上面買到酒啊 會不會讓酗酒的人更增加之類之類 那當然我們經過討論之後就發現說 如果你真的是酗酒的話 你就是去7-11買啊 你不會去網路買酒 網路買酒要六小時才會到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很難證明說這兩個中間有任何的關聯 那但是就是說 可是如果覺得說好 那我們還是管制 就是不把它開放起來的話 就會變成兩件事情嘛 一個就是說 你還是可以透過Amazon之類 跟外商買酒 這個反而是合法的 跟本土是不能買的 然後第二個呢 你沒有辦法取得就是網路買酒的人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分析他的行為 那沒有辦法去分析他的行為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未來真的想要管制或者輔導 或者家住警語或怎麼樣的時候呢 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人長什麼樣子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當他永遠是黑市的時候 其實政府不要說管了 政府連理解都不太可能 所以對我來講 金融科技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它就是一個gray area 一個gray zone 那這個gray zone呢 它裡面有金融的成分 裡面有科技的成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 裡面有犯法的成分 那這個就是犯法的成分呢 我們是系統性的 鼓勵人用非暴力的方法來說 我現在打算要犯這三個法 那如果你覺得這是值得實驗的話呢 就給我六個月的時間 這六個月的時間裡面呢 我犯這三個法是不來罰我的 那在這件事情裡面呢 我們就試試看 那在這中間 當然有些上位的東西 像各自保護 像使用者權益保護 這些是要照顧的 那但是任何時候沒有照顧到呢 它當然可以命起停止 可是六個月或 可能再加六個月 十二個月之後 如果大家都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的話 那回過頭來 發這個特許證的那個金管會 就有責任去修訂他們的法規 很多時候其實是不需要改法例的 它可以用一個解釋 或者最多一個法規命令的修改 不用送到立法院 被查就好了 這件事情就突然變成可以經營的 變成合法的 那未來呢 我們才有可能去 好比像剛剛不是提比特幣當例子嗎 在很多國家裡面 他們已經有在研發說 我用區塊鏈 可能一下子不是做交易 也許是記帳啊一些別的 但是呢 如果它哪一天要做交易了 我希望就是中間抽稅 或者是中間有一個 就是比較accountability trail的這種東西 我可以設計到這個區塊鏈裡面 就是可程式化交易 那如果你一開始不讓這個灰色的東西 慢慢往白色的方向走 它根本不會跟你合作 它就跑去跟英國啊 新加坡啊 隨便哪裡合作了 然後在那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的監管單位 慢慢就會喪失任何監管的能力 就是它沒有辦法發明它的 那個regulation technology 它的reg tech 所以說我們整個目的就是說 邀請人有性同性來犯法 然後犯法六個月到十二個月不法 如果中間是一個好主意的話 那法就要修正 如果法修正要等一段時間的話呢 我們希望可以延長這個實驗的壽命 但如果這個實驗真的失敗了 那當然對不起這個法真的沒有要修 怎樣 等於要整個社會來評價這件事情 那中間如果發生糾紛發生仲裁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機會 來讓就是我們做仲裁的這些朋友們 真的比較懂這些新科技 那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Leonard Cohen的一句話嘛 他說這個萬事萬物的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就是說如果你不先打開一個缺口的話 根本沒有那個機會去認識 這些新的科技 那所以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二部分 就是說 現在的問題是說 因為它的特許是儘管會發出來的 所以說如果現在是經濟部或財政部來決定 經管會要不要修他們的法規 這個在我們的法系其實是不合的 那所以說它按照這個法的主管機關 它必須要由經管會來當作主管機關 但是呢這個經管會必須要學習到說 它不再是經管的那個管 不再是管控者 它慢慢要變成輔導者的角色 那如果它的體質沒有辦法這樣子改變的話 那當然就是做什麼都是白饒 但是我們現在在做創新實驗條例的時候 已經引進就是外部專家的審議會 或者是發生糾紛的時候仲裁 也是請外部來仲裁 然後這兩群人也要隨時copy到實際來投Proposal的人 那然後呢它要求鬆綁的那三個法規 也不限於或幾個法規 也不限於經管會的法規 它可以說我希望排除另外別的主管部會的法規 那它只要copy別的部會的人進來 它覺得可以 那也對於這個實驗也可以加以排除 那當然就是說 這裡當然不是說排除刑法 排除牢記法這樣子 就是它必須還是要有金融的實驗性質 但是它如果碰到什麼法規或命令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做 那所以這個是大概今天可以講的程度 但是其他未來還是要回到立法院啦 就是說我們的院版可能這兩個禮拜左右吧 就會出去了 那就看到立法院的時候就是委員們怎麼想這樣子 最後還是要尊重委員們 這邊有一位朋友問說工研院該如何跟黑客精神結合 這非常好的問題 黑客精神它是 其實是有canonical 就是有正規的定義的 那簡單的來講就是說幾個 一個是說相信說資訊它越自由的流通越好 所以舉例來講像今天我來演講的時候呢 這個工研院的同仁就給了我一張weaver 就是一個release 就是說我如果簽名的話我可以勾說 允不允許工研院這個錄影 然後錄影之後呢這個在院內 然後以非商業性的方式傳播嘛 然後我就把那個非劃掉了 就是說無所謂 就是說我這十幾年來我都是 創作大部分的東西都是完全拋棄著作權 所以也就是說我不管你是商業使用 還是什麼其他的 那就是對我來講就是說這個作品本身它 我創作出來之後就已經脫離我了 那所以它傳播的越多越好 然後或者是越自由越好 大家如果要改作要做什麼呢都可以 那拋棄著作權一般是拋棄著作財產權 我絕大部分做自由軟體的朋友都是拋棄這個 可是它會保留就是顯明或者說人格權 就是說跟我們做paper一樣嘛 citation你還是要說這個這是誰做的 那我這個人是比較極端一點 就是我是連顯明權也拋棄掉 所以說今天如果這個演講逐字搞 你去哪邊演講說 這是我講的我發明的 這絕對沒有問題 那但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第一個 我覺得我花我的心思在告別人上面 是我的時間的一種浪費 那我任何時候只要想說我要去告別人 我基本上就沒有在創作 因為它其實是對既有的東西的一個回顧 那我如果還想要創作的話 其實我腦裡想的東西 都不是我以前創作過的東西 而是說我現在有什麼新的問題等等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部分的黑客精神 就是我們叫做Hands on Imperative 就是說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想的是說我可以怎麼樣子去解決它 而不是說我可以怎麼樣子去解決那個發生問題的人 那所以這個是黑客精神跟我們的這個傳統的制度一個可能比較大的一個差異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黑客精神是希望就是所有的人跟人之間的傳播它是不經過中介的 就是說我現在如果有什麼事情找你的話 我就是寫一封E-mail給你 E-mail其實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有顛覆性的一個有黑客精神的東西 那我們知道E-mail它後面是Internet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的意思是在當初發明的時候是說 如果發生什麼核子攻擊或怎麼樣 中間有任何程度的這個電訊受阻或中斷 你只要能夠用任何載具包含飛鴿傳輸 只要有任何一條路是通的 那那個風暴一定還是會過得去 那這是當時網際網路設計的一個原則 那那個原則就是有一句話就是說得很好 他說網際網路就是說任何程度的審查censorship 它都是damage 都是對這個網路的破壞 那網際網路的設計就是它會繞過審查 就好像它繞過這個實體的破壞一樣 對網際網路而言 你破壞跟審查是它分不出來的 它反而就是繞過去就是了這樣 那所以這個東西後來也變成黑客精神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雖然黑客精神是在Internet之前發生的 但是有了Internet之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人跟人之間的溝通是盡可能是平等的 然後不是透過老闆的老闆的老闆 然後再到下屬下屬的下屬 而是說盡可能copy到這個實際的利益關係人 那這個東西也是我現在在院裡面推動就是行政數位化 然後以及開放政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盡可能的去讓第一線的承辦 第一線的關係人完全知道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 而不是中間傳過三四話之後就變成完全不同的樣子 好大概這樣 我都沒有提到工業院 以上都是講行政院 這邊朋友問說 政府目前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聆聽社群的聲音 然後我是否認為PTT這個論壇是否真的是反指標 那這邊先解釋一下反指標的意思 反指標的意思是說 如果PTT這個線上的報告欄呢 它有幾個很大的刊版 好比上說八卦版 那在那個刊版上面常常會出現一個報告或者是一個新聞 然後底下的人呢都會推就是說覺得這個東西很好 或者說虛就是覺得這個東西很不好 那所謂反指標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看到一個新聞 好比上說 電競選手 我現在可以服替代役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 sample 那但是我是不這樣子覺得啦 因為PTT它的那個生態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說相信大家都知道五樓很專業這個講法嘛 就是說任何東西一跑出來 可能前四個回應的人真的都是他沒有看完 他就po了 未看先徐 未看先推 然後或者是說這個就是看到一個關鍵字就開槍 然後之類之類 就是一些很無腦的這種留言 但是因為想要搶第一嘛 想要帶風箱 所以這個大概前四樓都是這樣子 那但是呢等到第五個呢 這個終於就會有看完文章的人 這個開始回應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往往一針見血 因為這個時候呢 還願意花時間來這個留言的人 其實就是通常是對這個subject matter這件事情 相當有研究的人 他才能夠在相對短的時間之內看完 而且還可以不管前面四個講什麼 然後發表他自己的見解 這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看到就是專業的五樓就出現了 好比像說很多時候 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 然後在八卦板上面實際看到的到五樓的時候呢 就會是這個東西的這個研究這個研究人員 或者是利益相關者或之類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在就是Join這個連署平臺 Join.gov.台灣 有五千多個人連署呢 這個什麼呢 ARTC的這個車測中心 它就是負責測國產車嘛 但是只有它可以上市或不能上市 可是我們上市之後呢 沒有像其他國家有NCAP 就是它會抽查 然後知道這個東西多好或多不好 所以呢 大家其實也無從比較 但是呢國外的車都有啊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國產車比起國外的車 到底是都好在哪裡 或都不好在哪裡 沒有什麼客觀的數據可以用 那目前有客觀數據呢 就是在ARTC手上 那ARTC呢 是不是應該要公佈它的這個測量呢 ARTC說我們是前測啊 我們本來就不是NCAP 所以在國際上也沒有公佈的例子嘛 那對好 那但是呢聯署的人的訴求就是說 國際上面也不表示你不能夠當第一個 所以說呢你就可以公佈 那當時呢 這個在還沒有正式回應之前呢 就是在這個非常會製造衝突的這個 媒體朋友們的訪問之下 這個就把交通部的第一波回應呢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 那它的回應呢 其實記者真的是會很簡化 但是簡化呢 他也不會完全 完全就是講你沒有講過的話 所以交通部真的有講過這個話 大意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RAWDATA放出來的話 如果不是學這方面的朋友呢 可能會解讀錯誤 然後可能會就是拿來打廣告啊 或怎麼樣 那我們覺得說這樣可能不太好 但是呢 如果大家看的那個編輯的下標題 大概的意思就是說這個鄉民無知 這個這個不應該分享資料之類 那當我們真的在去 就是拿到這個案子 然後真的邀提案人來參加我們的協作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車色中心 交通部一些朋友們 然後以及提案人 後來有三個人來 然後就是問說 對這個數據放出來 你們看不懂有什麼感覺 可是這三位朋友呢 一位是檢察官 一位乾脆就是中研院研究這個題目的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非常資深的車友 那他們就是 就是根本不是不懂嘛 那也就是說 我們就會發現說 雖然連署人5000個 或在車版啊 在其他很多版上面都會很多人推 那確實也許有一些人比較不專業 但是這個社群本身它會形成一個 我們叫做一個 Ladder of Learning 一個學習的階梯 它會有非常專業的可能三五個人在頂端 然後呢有聽得懂他們說話 而且可以翻譯成懶人包的朋友在他們旁邊 然後呢有只看懶人包的朋友在外圈 然後有這個連來人包都不看 就是這個可能我鄰居挺了 我也要挺一下的朋友在最外圈 那如果你假設這個所有的人都是最外圈的話 就會出現一開始的那種回應 你如果看sampling也沒有錯 因為九層都在外面嘛 但是這個九層在外面 它是一個機動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它任何時候只要願意多花一點時間 它就可以再往內圈走一點點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說公民社會 它自己組織的一個方法 那也就是網路現在讓大家可以做這樣子的組織 所以如果公部門都是覺得說 民粹啊什麼東西啊 那個就是只看到外面的結果 但是如果願意去聆聽社群 看PTT Mobile 01之類之類 它根據就是多次的對話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那個核心的那幾個 就會浮上來 那就發現說論述其實都是他們在寫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真正找到說 他們是因為關注這件事情 而且真的是願意貢獻他們的時間 然後才進入這個公共政策的討論 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就是說 你看起風向或帶風向 那個可能都是一時的 那個也許是指標 也許是反指標 但是如果在裡面找出真正的利益關係的倡議團體的話 其實那個就是真正的指標 那個並不是反指標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四十五個問題了 各位朋友問說我是如何自學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經驗 好啊 我其實從小都是自學啊 只是上學這個花掉我一些時間而已 但是後來呢 我就是為什麼最後決定不上學 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大概一九九四九五年的時候 當時都是孩子在用 ARKEY啊 Gopher啊 這種FTP啊 這個UCP啊 可能這個要很老的人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的知識其實是比較分散的 你可能找到某個國外的社群 或撥接的什麼社群 你還是找得到一些研究人員 可是他們中間沒有聯繫 所以當我要學一個知識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形成一個 我們叫知識體系 就是你可能看到他的論文 他有Citation 可是他Citation的那個人 你也不知道怎麼聯絡他 你除了飛去可能歐洲或美國之外 你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那可是到九四年底 九五年初的時候 就是Tim Bransley就 把他的瀏覽器就放出來了嘛 那當時NCSM OrPsych啊 這些東西就開始慢慢出現 就是有全球資訊網 那有了全球資訊網 有了超鏈結之後 突然之間這些 就是我平常在Follow的 這些Usenet上的研究人員呢 他們都很願意把他們的preprint 就是根本還沒有prepare review 說不定是胡說八道的東西 都先放到自己的網頁上 因為當時大家很興奮 每個人都在自己加站 然後都是加在他們的大學嘛 點edu的一個什麼Tilt 一個波浪號什麼什麼 他的那個名字底下 所以我突然就發現說 這些人就是我平常一個一個Follow的 他們自己就組織成了一個學術網絡 那那個幾乎就是看著它發生 它就是在可能半年不到的時間裡面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當時我就發現說 這樣子的話我如果要真的是 有系統性的把他的paper看懂 他的每一個citation的人 我突然都找得到他 然後寫一個email去 他也真的都可以回覆我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在自己 有一個想要解決的問題 像我小時候想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很多啦 但其中一個就是說 網際網路上面的這種 大家快速相互信任 大家快速組織起來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那就是後來就要 可能資訊社會學 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那當時研究這個的 其實已經很多了 非常多 從就是什麼Cyborg Manifesto開始 其實非常非常多 不同領域的人投入這個題目 但當時他們就沒有 這樣串聯在一起 你要一個一個去找他們的BBS 什麼wellBBS啊 什麼BBS去串 那但是有了群球諮詢網之後 這些人突然 從可能四十幾個社群 就變成同一個線上的社群 那當時我就有一個信心說 我不管碰到任何問題 我都可以在這個線上社群找到答案 那他們在研究的東西 離我們課本裡面寫的東西 就是大專用書裡面寫的東西 大概有十年左右的差距 那後來我自己當了課發會委員 國家委員課發會之後 就發現說這十年確實是 因為你要先等科學社群形成共識 然後接下來就像剛剛那個核心到外圈一樣 你還要做教育的人 真的把它轉變成教材教法 然後真的能夠變成大家聽得懂的東西 然後才能夠寫進課本 課本有些還要翻譯 還要審定等等有它的流程 所以十年真的是差不多 那所以當時我就發現說 我如果在線上社群的話 我差不多就是在跟十年之後 未來的人類學東西 那我這兩個比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懸念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說不要再花時間去學校 那後來呢自己這樣子學 大概花了一年多兩年吧 後來就發現說這樣子學還是有問題的 因為沒有第一手的經驗 尤其是沒有討論的經驗 雖然Email上面就是任何 只要是技術性操作性的東西 基本上來來往往三四封信 應該就OK了 但是呢任何所謂感受性的東西 就是說你寫這個字的時候 它在它的文化脈絡裡面是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它只能透過對話 只能透過社群來達成 所以那個東西沒有辦法從網路上學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回校園裡面 然後就是去選 反正就是我看不懂哪一個字 我就去選大學裡面 可能研究所開的那一個字的課 然後一開始就混進去 然後就是旁聽嘛 那因為我也沒有要學位 然後也沒有要這個干擾大家 所以就是那些研究生們呢 都不會把我當競爭對手 因為反正 我當那邊就是多一個人聽而已 那教授們都很高興 因為他下了課 那我反正也沒有別的事做 就會一直纏著他繼續問問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教授們都很喜歡我 所以在那樣子的情況下 我就是等於是補足了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那些 比較是屬於哲學的 文學的人文的 這些文化脈絡上面的東西 在他們這個的理解裡面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個必須要透過對話來學會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兩種途徑 就是說如果是操作的 技術性的 知識性的 那就是透過就是互相連結的 現在當然有危機百科 有各種各樣的社群嘛 那如果是文化性 對話性 溝通方面的那就是透過 跟人跟人之間 不斷一次一次的對話來學習 大概是這兩種 學習的方式 好 下一個是說網路是國際市場 台灣年輕人就業率低 你好 政府有想如何幫助 台灣年輕人在全球網路業脫穎而出 我是覺得說 就是不要特別幫助 這個不要擋路就可以了 這個真的是很確實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全球網路業 它本身是沒有一個或兩個固定的中心的 即使是現在矽谷最大的那些公司 它很多的R&D 很多的各種各樣的 就是Sales Marketing 所有這些Operation 這些Center 它其實也是分散在全世界的 尤其是如果它的客戶是全世界的時候 它會想要在不同的市區都有Center 這個是已經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說 其實這裡的重點不是政府要送多少人實體去哪裡 或者讓多少的人實體過來這邊 這個還是很重要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文化的傳遞 你還是要靠就是把人送來送去這樣子 可是 如果只是創業的話 其實我們人是在Open Internet這邊嘛 我們跟對岸不太一樣 對岸如果解決一個問題 它是可以解決那個防火牆裡面Intranet的問題 那說不定也解決得很好 那但是 就是它很難Scale到外面的Open Internet來 那我們這邊呢 那我們在這邊解決的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Open Internet在任何地方加以解決 像之前我在去年吧 有參加過一個叫余克松的一個黑客松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叫陳映團隊 他們解決的問題就是 什麼五大湖裡面出現亞洲鯉魚 然後這個過度繁殖破壞它們生態等等 那這個團隊呢 它後來就用Open Hardware跟Open Source 就是軟硬體都是開放的 去做一個非常非常便宜的水質偵測的一個儀器 然後透過就是IoT的這個網路把它變成一個相當好的分析平台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他們要產卵的那個特定的時間 然後去做Intervention等等 那但是他們有沒有實際去過五大湖 可能就是沒有去過任何一大湖 但是只要能夠解決台灣這邊的水質的這個問題 它也就可以port到這種就是外面的這個地方 它用的protocol用的所有這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它把那個spec送出去 那邊的人就可以生產了 它也不用真的把人送過去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往好處想 就是說我們這邊解決的問題 可以很容易scale到 除了幾個intranet之外的全世界 那但是呢 當然往壞處想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邊沒有辦法解決我們當地的問題的話 那非常容易就被 就是外面來的人解決掉了這樣子 那當外面的人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就不太會管我們這邊的脈絡嘛 我們就要像這個某個Uber公司一樣 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跟他們去做斡旋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有利有弊的 它的這個transparency的這個程度 就是我們的市場在外面看起來是非常非常透明的 那反過來講我們的東西要出去也相當容易 那我覺得政府最大的能夠幫助就是說 讓大家在每一次嘗試失敗的時候 盡可能減低大家的失敗的成本 那這個成本呢其實不只是錢 錢的話如果你用投資你用補助你用這些東西 其實非常容易去處理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文化 就是創業然後失敗 他比如說我創業五次失敗五次 那這樣子在Silicon Valley 其實我是比較容易找工作的 那我只要有好好的寫postmortem 我只要好好有寫blog去講說這個 我到底創業為什麼失敗的 整個業界有所學習 這樣子找到下一份工作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在台灣只要聽到創業失敗五次這幾個字 大家腦裡浮現就是說你一定把親戚朋友的錢都燒光了 什麼之類的 那這樣子要找到下一份工作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就是說政府另外一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鼓勵 鼓勵創新 那鼓勵創新的意思就是鼓勵實驗 然後鼓勵實驗失敗 所以就是金管會的那一個就是金融創新實驗條理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如果這個proposal就是真的讓不起來 兩個月就沒了 那你不會因此就被金管會變成黑名單 你馬上可以再提下一個proposal 然後又繼續開始實驗又繼續開始實驗 也就是說金管會的後面的想法就是說 你每一次的實驗盡可能是由我們的這個管制體系 來吸收掉你的法尊成本 那你就可以一直try一直try 一直try到你的modelwork為止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就是 能夠養出讓這個東西 能夠scale到其他market的方式 不然就是會解決金管會的問題 但是不一定能夠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有人問說我上星期去首爾的駭客年會 Cogate 2017演講 對韓國的數位技術是否有什麼觀察 很好的問題 我去那邊其實是有跟他們的叫做government 3.0的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這邊做開放政府的有一個對談 那我記得這個是在駭客年會的隔天 那駭客年會的時候呢 我也是用這種方式收問題 然後呢當時呢很高票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明天要去跟我們政府會談 那個會談逐字稿可不可以公開一下 然後我不知道他們的文化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只好在台上說 我會問我會問 但是我是尊重主人 那但是他們government 3.0的朋友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開放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問題 竹字稿是可以公佈的 那當然後來我們就想到一個logistic問題 因為我們是用就是 華語問嘛 他們用韓語回答 然後雙方各自的記錄是各自用各自的語言 所以我如果公佈成中文 那他們到底要怎麼編輯呢 這也是一個很傷腦筋的事情 因為我在院裡面主持的會議 是逐字稿 可是不馬上公開 而是讓所有參加的業務單位 包含來的這些就是司處長的承辦 也上來幫忙編輯 就可以知道說 他們當時的就是老闆們答應的東西 哪些其實 其實違反物理定律 如果出去會怪怪的 所以就是說 可以把那個可行性都喬好了 然後可能比較刺激的字眼都拿掉了 才公開的 我們院內是這樣 就給大家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但是呢 那如果我們就是送一份中文的東西 去韓國那邊 不要他們編輯 這是有點強人所難啦 所以後來呢 我們的這個 agreement 就是說 那我們就是做一些素記 但是記錄下來之後呢 是用英文 然後呢 我們就是送一份英文給對方 然後對方也修改成 他們公開都沒有問題的英文 然後我們就是雙方可以同時公佈那個英文版 那所以也不錯 就是他們也還滿願意接受這種 radical transparency 我們說激進式透明 雖然他們之前都沒有 完全沒有聽說過這種做法這樣子 但是就是還滿receptive 那我覺得幾件事情嘛 一個是說 確實啦 就是他們在高速 怎麼講 就是不管是公共運輸 還是在就是機場的 包括首爾啊 這些自由經濟區的那些高速移動的道路上面啊 我都一面在上傳錄音跟錄影 然後那個四句從來就沒有斷過 這個是非常的羨慕的 因為我們在高鐵上面這個中間就會斷很多次 那但是這個就是在吳振忠老師的督導之下 據說我們在九月就會 或者可能七月多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就可以高鐵全線不中斷 因為在隧道裝了一波天線嘛 裝了一些這種東西 然後中間如果有不overlap的基地台 好像也都找到基地台的位置了 但是就是說這種就是比較細節的東西 但是它 因為人類很很有意思 就是我去一個地方 會留下來的對它的印象 其實是裡面最高峰的那個印象 跟最後的一個印象的平均而已 那其實中間的東西都會被扣掉 這個是一個就是心理學實驗的結果 所以我最後一程就是在去機場的路上 就是傳輸非常順 所以我到那個那個良好的印象 就已經占了一半的權重 所以我現在都會拼命講他們好話 真的很不幸 人的記憶就是這樣運作的 那但是當然也不只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的政府的電子化 確實是做得很好 他們有一個電子政府法 那一定層級以上 其實都要用電子來簽公文 絕對不會有我們這種 跑紙本公文的事情 那然後我覺得這個非常棒 那但是呢 其實他們自己在內部電子化 可能做得很好 可是在外部 如果去問街上隨便哪一個年輕人說 政府的服務啊 你是不是都有在線上有做利用啊什麼 其實是相對無感的 那他們的IMF這方面的排名 好像也是二十幾名以後 也就是說他們內部的數位化 可能做得相當好 電子化政府做得既比我們早 也比我們就是pervasive 但是他們的人民其實不一定有感覺到這件事情 他們就會覺得說政府就是自己搞自己的 但是呢 其實呢 事先也不會跟我們講 然後呢 這個我們的input也進不去 那所以他們就是後來就跑去佔領 然後就罷免了他們的總統 這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所以就是說 數位技術它是可以在組織內部去深化的 可是它在內部深化的時候 是否真的能夠達到跨部門之間的溝通 那他們gov3.0的朋友們其實是覺得蠻保留的 那另外一部分說 它是否能夠促進這個 它跟外界的溝通 還是因為內部這個溝通很順暢 所以都覺得外面的人就是很外行呢 那他們也是說 對好像有一點這樣子的味道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是人民有感的這個部分 他們的候選人以及他們的一些朋友們 其實也是很希望跟我們學習 所以就是有互相可以學習的地方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下一位朋友問說 這個就是如果有劇名的話 絕對不會有的問題 就是是否能夠回答Uber 為什麼又可以回到台灣 那他們的巨額罰款到底什麼時候繳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Uber在剛進入台灣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在灰色地帶 它不是真的非法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當時第一批合作的車 他們當時在台北大概只有20輛車吧 差不多我應該都走過 那20輛車的都是租領車 然後都是平常跑機場的 也有R牌 也有自己的這個公司 然後也有繳稅 那所以這一批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但是呢 從那一批之後的別的車就不一定了 那例如像說 它可能不一定有自己的公司 它可能只是有R牌 但是呢 它的人呢 可能是好幾個人在開紅一輛車 是不是全部都有職業駕照呢 也不一定 那Uber呢 雖然在我們協商的過程中說 我一定會輔導每一個人去取得職業駕照 但是實際上呢 好像也沒有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第二批就是 灰色就可能更黑一點點這樣子 那但是呢 到了第三批就是UberX的時候呢 那乾脆就是連R牌車這個都去掉了嘛 你用自己的車就可以了 然後也完全不需要職業駕照 然後這件事情就會變成是說 只是上班的時候順路再一個啊 下班的時候這個順路再一個啊 那但是我們就是實際上去看就發現說 你一天上下班可能四十趟 然後就是好像哪裡怪怪的 就是說他們那個凹的那個說法 越來越沒有辦法是白色的 這樣 好那所以我們就後來就開了一個 線上諮詢會議 那也是用這種收意見的方法 來讓就是大家去表達 就是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所以納館納保納稅就是那個時候 大概2015年8月的時候 就包含Uber的司機 就是所有的這個乘客等等幾千人 一起去整理出來的這個公式 那我們有這個公式 我們就很高興啊 因為我們就可以拿來跟Uber談判嘛 那他們在談判桌上都說 我們全部都答應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呢 就沒有嘛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那因為就是講的話不算的關係 所以後來當就是立法院 要通過這個罰款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是行政院提的 至少我完全沒有經手這件事情 他們提這個的時候呢 至少社會上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公式說 至少你要做到納稅納保納管 那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罰Uber這件事 還是有一些爭議 但是爭議就沒有這個 前兩年那麼大 那是後來他們就被罰了一些錢 罰了一些錢之後呢 他們當然就說那我們停開嘛 那停開之後 他們就去改他們的code 改成現在怎麼樣呢 就是說他們再也不說這個 他們是派車的公司了 那個共享這兩個字 完全拿掉了 本來就不是共享嘛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他們就說他們只是 單純的一個報價媒合平台 跟Airbnb呢就比較像 因為你在叫的時候呢 你就會可以看到 是哪輛車 哪個車行 他事先給你報價 你要輸入 你要從哪裡去哪裡 然後呢 當這個 你真的搭了 然後收了錢之後呢 他還會寫一封E-mail 這封E-mail就是copy你的E-mail 跟司機的E-mail 所以他真的就是變成一個 媒合平台 然後所有的這個司機的車號啊 這個什麼就是 桶編啊什麼東西 他都如實的給你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好像找不太到罰去罰他 因為就是該繳的稅有有繳嘛 那保也有 因為每一個車行是分別保險嘛 然後那管也有那管 都是這個職業駕駛人 然後他說他只是一個 就是代價司機的什麼什麼 媒合服務這樣子 所以到這個程度 其實他的可罰性已經很可疑了 當然反過來講就是說 因為他們重開之後 我搭了三趟Uber吧 那我就是跟司機聊 那司機就說 其實Uber現在就是在 跟他們剛進台灣的時候一樣 砸非常非常多錢 等於每一趟次 就是公司在倒貼的這樣的方式 再重新把他們的 Driver Base做出來 那他們Business Model 當然他們也是都有攤牌獎嘛 就是說他們希望等自駕車 這個就是變成商業化的時候 大家手機上面這個 最後剩下那個App就會贏 因為他就不用再付任何錢給司機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在這個中間的 這個過渡的過程 就是他們這個正在砸錢做的事情 那至於他們的罰款 因為我真的不是督導這個的政委 我不太知道他們現在 跟交通部怎麼談 當然最壞的情況就是 他們設計 設定出另外一個這個空殼公司嘛 然後用來這個 做這個App 那但是他本來這個 就讓他倒掉 這個是 這個是最最最最簡單的做法 但是目前好像他們還願意 談到某個程度 就是說願意把這個罰款 按照某種方式去把它付出來 但是因為我真的不是督導這個的政委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他的這個App 因為他現在是純媒盒了 所以他跟他本來的那個罰款的關係 其實已經沒有很大 本來的那個可罰性 現在好像不太實用 那但是我們還在繼續觀察 就是他們如果任何時候 他的App裡面改成 不是這種公平競爭的東西的話 那本來的修訂的那個東西 又會再跑出來 又有另外一位這個 可能也是需要匿名 才會問得出來的問題 工研院經常在談創新 誠信 分享 但是往往最後一點分享 是非常困難的 尤其是年長的 或者擁有技術的人 不願意將自身的know how加以分享 除了透過管理進行規範 唐政偉是否有沒有在推動的經驗可以分享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 我剛進來的時候 就是剛進政院的時候 常常就發現說 每次有新興議題出現 不管是Uber也好 還是電競也好 我們政府非常的擅長分工 那合作就很需要學習 有非常大的進步的空間 那但是呢 有時候你分工呢 會變成是說好像 好像電競好了 是三個部會 大概各有三分之一的share 的這樣的事情 就是 那這個時候呢 是最麻煩的時候 因為每一個都是minority stake 所以呢 只要任何一個變成主責部會 他們就會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明明他們只佔三分之一而已 可是另外兩個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沒有人管 事實上電競也六年沒有人管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最需要分享 就是他們每一個的stake 到底實際上是什麼的時候 可是這個東西就跟 實際公務員的文化 確實是有一些 就是衝突之處 那為什麼呢 後來我就是進行了一些訪查 一些田野之後 發現說 其實公務員並不是怕做事 公務員怕的是風險 而且就是難以預料的高的風險 不管是這個圖利罪的風險 還是這個就是不服從上級指導 因此就被冷凍的風險 還是反正就是 基本上就是只要破壞了它的匿名性 然後感覺上就會另外三分之二的 所有做不好的事情都落到它身上 所以它的那個風險是無可預測的 那每次都會直接估到滿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個tolerance就是零 tolerance零的 你唯一的那個納許平衡 就是你什麼都不要做嘛 那所以大家都一直在納許平衡裡面 不知道在幹什麼這樣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打破這件事情 我們具體的做法 是建立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簡單來講就是每一次 需要跟不特定的外界進行溝通的時候 每一個部會就是推派 一到三個人的一個team出來 那就像是國會聯絡人 或新聞聯絡人 每個部會都要有這樣子的位置 那每一次在喬這種跨部會的事情的時候呢 都是同樣的聯絡人來負責找到業務單位 那這個呢就是囚犯兩難的一個做法嘛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是在玩多人的囚犯兩難 那你把它變成多次的 而且你事先就知道會是多次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你就比較會願意合作 因為你不管合不合作 你下次還是碰到同一個人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這次推掉了 他下次也對你不好 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就是跟他們很確定地說 反正接下來三年多 如果我能夠做三年多的話 就是這批人了 然後這批朋友們他的議程設定 就是我每個禮拜跟院長報告的內容 那所以呢 這些人就是跑不掉 那一定要做橫向的連結 那我們每個禮拜五會挑一個題目做席作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好像就是不得不分享 因為他的那個payoff matrix算出來 就是說你如果不分享的話 那而其他人都分享的話 那到最後就是你最倒楣嘛 所以就不如就是說 一開始就開始採取一個分享或協作的態度 那這個也是把他的風險分散的意思 因為當你很確定都有逐字稿都透明 每一個部會 他真的只有三分之一的stake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不合理的究責 就不會外面這個 哪一個媒體吵一下就說 哪一個人要下台負責 因為你只要還原到一開始那個政策履歷 就知道說 他其實就真的只有這麼多的stake 那不能夠錯怪他 所以說把這個政策履歷 這個概念 讓它散佈上面變得非常容易 是我們進來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每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在我們網站ptis.taiwan ptis.taiwan 它展開會變ptis.nat.gov.taiwan 然後那有一個翻譯米糕 然後這是Google翻譯了 然後它會把那個 Terrific Responsible翻成了不起負責 然後再 如果你按一下那個accountability 你就會看到一些政策履歷 都有一些QR嘛 那你按了之後就可以看到 這一個特定的政策 它從工廳會開始 就先會有一個議題導覽 然後這件事情的三個部會 分別的stake是什麼 那它不是最後才公佈的 而是一開始 這些都是紅燈或黃燈的時候就公佈的 然後我就會說 那現在協調到哪裡 然後接下來還有什麼東西要協調 所以就從工廳會開始 然後一直到就是跟教育部 跟議政署跟文化部 然後以及跟這個接下來的 就是體育署等等 都會做這件事情 我們一般在院裡面開會 只會看到結論 然後中間的過程都是左括號 略右括號 那但是呢 在我們的這個政策履歷系統裡面 我們會把那個結論 附上這個東西的link 所以每一個承辦都可以知道 他們的老闆到底在會議上面 講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是什麼 所以這樣子就有一個 Full accountability trail 就是說不是我任意的去下決定 而是這邊他們真的 真的答應了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做的這個準據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也不會說他回去之後 這個承辦接到的 完全不同的這個指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每一個部分 都是這樣子做出來 那我們這樣做出來之後呢 這個東西就會PO在 可能LL版或者巴哈姆特 或者Mobile01 那真的就有電競選手 他看完之後就寫一個信來 那也是公開的 然後就說我看到這邊 可是我們實際的經驗不是這樣 會有之前什麼籃球什麼 已經可以怎麼樣解套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就會channel網友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會quote什麼八卦版上的 Peter Jackson說什麼 什麼之類的 就會直接把網路的意見 帶到會議裡面 那因為網路上都是一些專業的五樓嘛 說不定就是隔壁部會的人 你怎麼知道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一下就可以收斂到可行性方案 那這個是我們實際就是做事情的方法 所以就是recap一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保持一個跨不同單位的社群 那這些社群就是一些固定的人 然後是有定期的協作的這個方式 那到大家熟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不想分享你也會願意分享 那這個就是一個可能學習型社群的一個想法 那在這樣的想法上 到最後你可能是不需要管理的 你需要的只是說你對於這群人 盡量多製造一些 讓他們之間對彼此有良好感受的機會 那因為其實你不可能改變一個人 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但是你可以改變他對那件事的感受 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個東西旁邊 然後可能配上很好吃的食物或什麼之類 你可以看他喜歡什麼嘛 你就可以這個改變他的感受 所以就是我開會可能到最後就是發一些巧克力糖之類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慢慢慢慢的感受改變的時候 大家就願意多花一些時間來分享 然後就會發現說 他的分享的風險是可控制的 他不會因為分享這個而被不當的究責 當你把他的不當的究責拿掉 又把一開始的這一群人就是結合起來的話 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創新跟誠信的交流 請問網路虛擬社會對於新生代 是否有人格建構上的影響力 對於虛擬社群的社會價值與教育意涵 是否有正面積極的運用之道 好 這個問題實在是充滿了正能量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開始回答 網路虛擬社會 它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 像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虛擬社會 因為我一面在講 然後大家一面在參與這個社群嘛 但他是往時整合的 意思就是說 大家會之所以這樣寫 是因為我給他一個叫做拘束力 什麼是拘束力呢 就是我說他是最高票的 我就一定會講這件事情 所以說他是靠著這個拘束力 去把這個實體場域 跟這個網路社群 bind在一起 那這個是缺一不可的這件事情 如果他是沒有拘束力 就是大家隨便亂講 然後我也不一定會回 我看我自己高興的才回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給人一個感受 這個感受就是說 那這個東西就是你要靠你 不是說服大部分人 不是讓大家給你按讚 而是你就是要可能說服一小部分人 就是跟你同溫的這群人就好了 他就會變成fragmented society 就是會變成碎片化 那這個東西在好比上我臉書 或者Twitter上面特別的嚴重 因為你可以follow人可以不follow人嘛 那你看一個東西 你要穿透同溫層去評論 你要花一分鐘的時間 可是你只是按分享 其實只要一秒鐘的時間 這兩個是時間投入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到最後就會變成是說 都在分享同一群的人 他自然而然就因為演算法的關係 變成一個同溫層 他不是任何有意識造成的 而是分享比起 你要穿透同溫層去評論 可能還要忍受一些很酸的這種精神按摩 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你要付出的認知成本是不成比例 所以除非像我 就是在網路上面跟小白對話 擁抱小白 這個是我的興趣 就是說我沒事做的時候 就會去做這種事情 但是那是因為我的人格蠻奇怪的說真的 就是說我很享受那種 就是他隨便亂講十句話 九句是人生攻擊 然後其中有一句呢 還蠻有建設性的 然後呢 我就其實可能也沒有啦 但是可以解釋成那樣 然後我就是完全忽略到那九句話 然後就去回那一句話 然後呢 後來呢 慢慢慢慢就發現說 他其實會這樣子留言 他只是要在這種 像我們這個空間 是一個convergent space 是一個收斂空間 因為大家可以按讚嘛 好的會浮到上面 那像Facebook那種 比較分散的空間呢 你要獲取注意力的方式 本來就是靠酸啊 靠人生攻擊 不然大家就滑掉了嘛 為什麼他願意停下來看 當然是因為有很酸的關鍵字嘛 那在這樣子 或者有貓咪圖片了 那樣也可以 但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一開始為了 掘取注意力 本來就會用一些 比較刺激的字眼 那但是呢 可是為什麼人 到底為什麼要在臉書上面 獲取別人的注意力呢 為什麼不是去實際 就是跟朋友面對面聊個天 或甚至打個電話也好啊 或者是這個去公園 這個就是散散步呢 對不對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可能在實體上面 他要獲得這個注意力 要獲得擁抱 要獲得什麼東西 他要投入太多的認知成本 以至於 感覺上這邊的注意力 雖然品質真的差很多 可是他要投入的時間成本 跟認知成本 可能百分之一 所以說呢 就是有點像吃垃圾的食物一樣 就是他還是會飽嘛 但是呢 其實呢 這個東西呢 因為沒有什麼營養 所以雖然會飽 可是 可是他就是心理上面 而且並沒有什麼建設性 所以說他不會造成一個 有希望的感覺 所以呢 你隔天醒來了 還是覺得很空虛 然後呢 那只好再去酸人 所以他就會 就等於是有一個 養成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你越拿不到那個 實體世界裡面的 這個什麼擁抱啊 或者是這個朋友們 知心交流的感覺 越會覺得說好吧 那我在網路上拿一些刺激品 可是你越拿 就有點上癮性 就是說那你就越不會願意 這個 越不會有剩下來的 好的品質的注意力 去這邊 那你可能就是越來這邊越酸 所以後來呢 我學到的方法就是說 那我就專門回那一句 或半句 或三個字 有建設性的 然後其他的都假裝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就是在告訴他說 你要獲取的注意力 只能透過有建設性的發言 來達到 你如果是沒有建設性的發言 你乾脆就沒有浪費掉我的時間 也沒有浪費掉別人的時間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經過幾個回合之後呢 真的 大家都突然變成 非常有建設性 非常正能量 這個充滿正面積極的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取注意力啊 其他我都當作沒有看到啊 所以 那我們在做網路上面的這個 公開諮詢也是一樣 我們不管是 重影平台 或者V台灣平台 大家只要能夠自由留言 我們在就是裡面有人身攻擊 或什麼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是按編輯 然後把人身攻擊的那幾個字 什麼什麼公務員是 都是什麼 什麼什麼 阻礙國家進步的元凶 什麼什麼之類之類 換成比較和緩的字眼 或者是那一句拿掉 但是他的主論點保持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發一封私訊給他 事實上這個是有自動程式可以做的 就是說 這個我們非常非常感謝您的具體的回應 那這個具體的回應呢 七天之內呢 我們會有主管的部會呢 這個加以具體回應 不過你這幾個字 這個可能是有人身攻擊 那我們Term of Service 上面已經有寫嘛 不要人身攻擊嘛 那雖然我們就幫你刪掉了 這樣子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去看編輯記錄呢 還是在 我們不是真的是查盡你的言論 所以如果你時間太多的話 可以去看編輯記錄 那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各部會的這個承辦 以及窗口 以及這個一路牽到科長次長 都覺得說 哇 網路上的意見 非常的中肯 非常的專業 非常有正能量 因為人身攻擊都被刪掉了嘛 然後呢 值得他們花一些力氣來好好的回應 真的是這個非常非常充滿真相的能量 那這個原因當然是因為中間有一個filter 但是呢 這個filter過了幾次之後呢 大家就會學到說 對 確實你罵人 加15個驚嘆號 有沒有什麼意義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大家就會變成有比較優質的 這樣子的一種互動 好 那但是當然呢 也有朋友們可能就是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真的 就是不想花時間想公共偵測 那fine沒有關係啊 他就去別的地方發廢文 網路是無限大的 發廢文的地方是非常多的 那只是說就是他們就不會來這個平台 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但某個程度上來講 也是有就是過濾的作用 好 所以這是我的興趣啦 那就是說大家可以 就是我不強迫大家一定要跟我一樣的興趣 但可能就是看到這樣子的社群的時候 就可能腦裡可以想一想說 這個社群它有哪些是因為它那個系統的 它的外部設定而出現這樣子 哪些是這裡面的人 那其實人類很容易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就是基礎歸因謬誤 就是一個人做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說一定是爛人才做這件事情 但是大概九成九的情況下 是因為它在一個很爛的環境 所以它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可能就是多檢討環境 少檢討受害者這樣子 就是基本的概念 區塊鏈被譽為能夠改變未來的技術 它是一個不能改變過去的技術 所以它可以改變未來 台灣是否應該發展自己的區塊鏈系統 不管是公有聯盟還是私有鏈 來符合台灣現有的環境政策以及商業生態 區塊鏈它其實就是 剛剛講不能改變過去嘛 一個immutable的一個record 它是不能夠輕易改變的 那它當然最適合就是你有一個多方的交易 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夠信任所有其他方 那所以你在大家都不互相完全信任的情況下 同意某一種我們把這種信任分散的方法 然後可是說到底 這個東西一開始被拿來當作金融 其實是蠻奇怪的 因為它就是分散次資料庫 分散次資料庫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種別的用法 你拿來做這個像那個杜杜克嘛對不對 就是有一個群眾募資平台 你在上面買一些碰桿啊什麼東西的時候呢 它可以確保說即使這個平台倒了 它的那個record都還在 而且呢那些真的賣碰桿的人呢 就可以也不用去申請什麼公平交易的認證 它就可以真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金錢的流向 是真的流到那個碰桿的重的人手上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可以結合很多個生產者 也不只是像群木是很多個出錢的人 它可以在這邊也可以分散開來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這個生產的流向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這個大家是很願意投入開發的 不過因為大部分重要的這些區塊鏈 目前兩個大的可城市化的區塊鏈 它們其實都是開放圓馬的一個技術 所以說其實你說台灣自己自有的 好像就是說當然作為研究 可能你想要改一些更好的parameter什麼 那當然是非常值得鼓勵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把它拿來用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有點像是在資料庫技術發展的早期 大家都還在摸索那個什麼SQL92的那些standard 到底應該怎麼寫的那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其實與其自己從頭去開發 或從頭去tune 當然不如去盡可能加入正在運用的這個社群 然後盡可能參與這個社群的治理 那這個社群的治理其實才是區塊鏈的核心 就是大家碰到困難的時候怎麼樣一起解決 怎麼樣一起溝通之類的 所以像Ethereum那個鏈的始作用者吧 Vitalik Buterin 他來台灣的時候我們就討論了一下說 當他的鏈真的發生分支的狀況的時候 他們內部的政治運作到底是怎麼處理的 他們如何取得正當性 他們如何不讓這個社群分崩離析等等 那這個東西後來就發現說 我們在做的題目其實滿像的 就是說到最後它是一個就是政治如何在 明明就是看起來是都是透明的 但是大部分人其實看不懂的這個情況下 還能夠獲取正當性 那這個中心就有非常多轉譯的技術 有很多記錄的主持的技術等等 那這些都是其實這就是新型態的主權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與其把它硬放在台灣的這個環境的這個邊界裡面 不如去想說你要拿它來解決哪種問題 而且提示它很可能跟金融沒關係 然後你在應用的時候去看 全世界正在解決類似問題的社群 然後去參與它這樣 下一個問題是 這次不是匿名的 Jenny說 歡迎來到公園院 想要問說 對公園院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有沒有對展示館的技術特別有興趣 這個就是講一個會得罪所有其他的 這種occasion 我自己是 就是對於公園院的印象 其實在入閣之後 僅限於就是每個禮拜四 跟吳正宗老師在科技匯報辦公室開會 然後呢 因為科匯報辦就會去講說 我們接下來又要做什麼東西嘛 比如說什麼國產的PM2.5的sensor 就我隨便講一個 然後吳老師就會說 這個應該是公園院的什麼什麼可以做 然後我們就會那個禮拜去看這個東西的進度等等 所以就是說感覺上就是一個 好像小叮噹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只要這個想要什麼道具 這就是只要把它列到這個就是吳老師的那個 agenda上面 然後這邊就會好像吳老師的口袋一樣 就會變出那樣子的道具來 這是我入閣之後對公園院 我非常非常誠實的說就是這樣子的印象 好 那當然就是說 當然公園院還有更多啦 就是我自己剛剛這樣子看了一圈 我自己比較感覺很有印象深刻的是 就是從基礎研究到實際商轉這個中間的短的距離 當然我了解到會擺出來轉世的都是特別順利或者特別成功的 可是在那麼多的領域裡面 然後能夠那麼快的去把它規模化 然後把它變成就是技術轉移到我們實際上生活可以用的 不管是輔助性的或者是擴增性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是蠻了不起的 就是說如果只看展示的話 真的會覺得是真的是小鈴鐺那樣子的感覺 那表示我有年紀了 哆啦A夢這樣子的感覺 對 那對於特定的技術的話 我剛剛有一個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消防隊的那個水力發電的那個東西 因為它實際就是真的要講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轉一個念頭就好了 就是確實水壓那麼高的地方差不多也就是消防隊了 那但是它用來就是做緊急照明確實解決了真正的問題 那每個地方政府其實因為他們是就是個別編列經費嘛 所以有些也許還沒有聽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以後如果碰到的話就會就會幫忙當Sales這樣子 就是說要不要考慮一下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簡單的技巧 它幾乎沒有什麼出錯的可能性 它的Tolerance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好像沒有什麼道理不退 所以在就是這種感覺上只是動一個念頭 但是事實上後面當然有無數次的就是嘗試錯誤 有無數次的這個Innovation的這個過程 但我覺得那個印象就是說 到最後的這整個package 它不是只是中間研究到一半的結果 然後就是說這個即將改變世界 它是真的已經改變了世界 然後已經是未來了 只是說這個未來可能還沒有很均勻的傳播 可能只有幾個地方政府這個在未來 那其他可能還在過去 那所以就是我們要可能更花一些力氣 當這個傳播者的角色 但是從研究到實際某個地點 已經變成未來的這個pipeline 我覺得這邊是就是非常 非常讓人這個感動 非常impressive 最近PTT常常看到有人談行動支付組 或第三方支付有關號 在中國已經相當盛喜 真的是一個進步的指標 卻忽略了那是因為台灣自由開放 就我的觀察是否有台灣 真的落後國際社會很多的科技發展 對 因為其實行動支付這四個字 我們其實沒有很好的index可以用 就是當然有些廠商自己量 但是我們實際在就是真正 這個global report裡面看到 其實大部分是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的意思就是不用現金嘛 那它通常就是它的交易量 哪些是用現金除以這個全部的交易量 然後就這樣子了 但是這樣子的這個index 你要做高做低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為它是算量 它不是算交易次數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也想要把這個index做高一些 可是這跟真正的行動支付 其實是有一些距離的 行動支付當然我同意PTT上很多朋友的見解 就是說它在解決的中國那邊的問題 在台灣常常不是一個問題 在台灣取得現金也好 或者是使用現金也好 或者是你不是使用現金 但是你是用就是信用卡交易也好等等 它的這些station 比起你用Apple Pay 或者是台灣的各種Mobile Pay 的那些station 它是更 accessible 而且你在這個現金互相交流 這個過程裡面可能更有人情味等等 PTT上有非常多奇怪的論點 我現在只是在quote上面的論點 但是就是說這些論點每一個都言之成立 它就是一個社會不同的文化 但是這個文化我覺得 從裡面任意挑一個指標出來 然後就說我們這個落後或者不落後 好像真的是哪裡怪怪的 所以我通常當外國的朋友問我說 台灣這個你覺得最強的指標是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台灣 is best at being in Taiwan 然後就是說台灣在做台灣上面做的是這個世界無與倫比 但是就是我們並沒有想要變成矽谷 我們沒有想要變成新加坡 我們沒有想要變成首爾 因為就不是嘛 而且這個我們在做的東西 在解決的我們實際的社會問題 我們在照顧到的我們的社會文化 其實大家已經一次一次透過倡議透過討論透過佔領 來表示說我們有重視一些價值 好比像說絕對的言論自由 好比像說這個社會的多元性 然後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我覺得是值得珍惜的 它不是說我們隨便調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落後 我們就要犧牲掉這些核心價值 那個是可能發展中國家 在還覺得這個發展中 它必須要沿著什麼線性的什麼發展軌跡的時候 才使用的一套修辭 那台灣已經離開那個狀況其實已經蠻久了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回到就是價值 就是這個社會要什麼 然後以及如果這個社會 兩群人要的東西不同的話 或多群人要的東西不同的話 我們怎麼樣子到大家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的一些共同的價值 那所以這個東西可能比自由開放 自由開放是它的前提 可是它比自由開放還要深一點 它是我們能夠不只是容忍 而且到最後可以跟我們很不一樣的人對話 然後一起去找到我們共同的一些價值的這種東西 那在這件事情上我覺得這個發展 就是在國際的任何地方來看都不遜色這樣子 那至於如果要隨便找一個指標 就是找什麼新加坡指標 或者是矽谷指標或什麼指標 然後說台灣在這上面是零分 這個是非常非常容易算的 那但是這是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我們去比啊 什麼自由經濟貿易區的數量啊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那個要比是非常容易比的 可是那就是在就是畫拔然後射箭 我自己覺得說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當然我這樣子講是充滿了BIAS 因為我自己就是讀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一個國中 然後每年都轉學一次 從來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然後就載學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沒有辦法跟人比較 我沒有一個固定的比較群體 所以我其實腦裡完全沒有競爭這兩個字 那所以這可能是我的成長紀念給我的局限 可能對很多朋友來講競爭還是有意義的 但是對我來講就是競爭 真的是完全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你任何時候都可以隨便調一個指標 來讓自己看起來很棒或看起來很差 可是事實上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你在量的是 你跟另外一個別人或一個國家 跟另外一個國家的相對地位 你隨便挑一個指標 那你可能挑的指標好 你感覺上這個阿Q這個精神勝利了 這個相對地位非常非常高 或是說你挑到一個反指標 這個感覺上非常非常自己非常衰 那但是事實上 這跟社會現狀到底有什麼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那完全只是一個心理感受而已 那也就是說 我們不會因為挑一些指標 看起來贏過這個所有旁邊的國家 就真的變成一個比較好的社會 它跟我們的絕對值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自己是絕對不花時間在這個上面的 那我進院裡之後 也盡可能在制定科技政策的時候 不要花時間在這個上面 那原因是因為它很容易去追 很容易去算 可是到最後跟我們實際社會的發展 跟文化的關係真的不大 好 政府推出上千億的前瞻建設 這是一位叫做John的朋友 但是仔細一看 仍然是以硬體為主 而不是在做服務設計 也不是讓台灣成為觀光大國便利 國民生活 瑞士不光有硬體 到火車站窗口 可以立刻列出 到少女風 你今天上得去嗎? 我很好 要如何搭車 並且立刻賣票給你的資訊服務系統 這裡有一個要講的 就是說前瞻基礎建設 我們在主基礎編列的時候 就有一個criteria 這個criteria就是說 它必須是一次性的 發展性的經費 它不能是持續性的 補助性的經費 因為它就只編八年 那數位的話編四年 你如果編這種持續性的 那應該要回到就是經常預算 回到就是國家的普通的預算 為什麼呢? 因為不然的話 你這個特別預算完了之後 你就無以為繼啊 那大部分的這種經常性的 都是可能六年計劃 八年計劃更長的計劃 那這種更長計劃 它就是政府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要用一般的預算 所以如果去看數位建設的話 我們是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 八年的方案裡面 那些一次性的硬體的 蓋了之後你不太需要維護的 集中到數位建設這邊 可能本來八年要蓋完的 我們把它弄到三四年蓋完 可是蓋完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去運用它 我們在軟體在服務上 那個還是回到數位國家方案去 那是因為一開始 就是主計出給我們的這個 criteria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挑這些東西變進去 不是說我們不做別的了 別的還是做 這個東西 因為已經吸收掉了一些 硬體這邊的要花的錢 所以我們就有更多的公務預算 可以來做服務設計 可以來做服務流程改造等等 那但是即使是在數位建設裡面 我們這一次也是有放進開放的內容 跟共通的服務這兩個主軸 這兩個主軸 傳統上是不把它當作基礎建設的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好像說 我這個演講的錄影以及各位的問題 所有這些東西 我不是拋棄了著作權嗎 那這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的素材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把它叫做基礎建設 因為確實你可以在這上面去做更多的東西 所以就包含可能就是公視 要拍一些什麼劇集 但是在拍的過程裡面所有的布景 所有這些東西的數位化 整個流程的數位化 還有這個數位化過程的 用到的一些軟體的 或者製程的數位化的公開等等 這些東西都變成所謂的基礎建設 那在服務這邊也是一樣 就我們把之前各自為證的 可能各種不同的防救災系統 氣象的歸氣象嘛 然後地震歸地震嘛 然後消防署歸消防署嘛 然後是每個部分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用API的方式把它串接起來 我們把這個串接的共同性 也叫做基礎建設 所以我們確實已經把基礎建設 自從招橋步路已經做了額外定義了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把經常性的東西放進去 所以這是這一次的建設的設計 所以當基礎建設很容易了解 所以為什麼叫前瞻呢 所以forward looking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們七年之後本來就要做了 我們現在變成兩年之後做 這個就是前瞻 就是把那個時間稍微壓縮一下 其實真的全部一開始的意思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所以回來這個題目 就是說當你實際在設計東西的時候 你如何去把service design的概念放進去 我覺得這裡就是回到我們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以前花很多時間就是在工具性的東西上 但是呢這裡我們還是會有徵詢 還是會有各種各樣的動作 可是呢我們很少在系統建置的時候 讓使用者進來 讓那個stakeholder本身變成這個系統的測試 或者它的設計應用的一部分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碰巧是一群真的很懂很領先時代的那個人 那當然就可以推出像iPhone這種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自己需要的產品 但是呢 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之下 是就會推出一些就是Palm Trail這一類的產品 對不起我們要得罪特定廠商的意思 我以前是非常喜歡用Palm的 但是就是說很明確的就是說 他們在做服務設計的時候 是沿著既定的軌道做 然後越做可能就是越順利 可是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很少有一個 有系統的方法能夠進來 所以到最後就會stagnant 那我們現在在院裡面推的就是這一套的做法 就是盡可能把我們要建立的自通訊系統也好 把這些服務系統也好 是一開始就是以使用者的服務跟系統發展 來當做它的前期 那我們未來的就是檢核啊法規啊維護啊意見回饋這些 都會回到這個使用者來 那當然我們現在只能挑一些特定的題目 好不像剛剛提到公共參與平台 可能金融創新實驗 可能接下來的數位通訊傳播法 等等會開始帶入這樣子的精神 我們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把六法全書裡面 每一個政府要做的事情都這樣子翻掉 但是我會希望說 我們這樣慢慢累積出一些成果 一些要點之後 因為我們整個過程都是公開的嘛 那其他各部會的朋友 就可以拿這些torkit去 然後也想說 欸對 我們在前期 involve 一些人來 不但不會爆炸 而且未來他們就不會就是在網路上或馬路上 告訴我們說我們設計錯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它一定程度上面對於就是事務官 這個讓社會知道說 欸其實有些很專業的事務官 它可以解決人民的問題 只是以前他們提出來的案子 可能到第三集就被打回票了 以及這個他們自己做的這些事情 是不是能夠透過一次一次的試做 然後讓整個社會覺得說 好 那你現在這邊可以再修正一點 再修正一點 那把這兩個互動把它做出來 而不是中間一直都卡一堆政務官 像政委啊或者是立委啊這些的政務官 然後人民可能就只能隔著報紙喊話的那樣子的狀況 可能慢慢的就會變成是 真的能夠去做就是實際的服務上面的對話 所以這個是具體的一個回應啦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改變我們做服務設計的這個流程 那這裡面還牽涉到非常非常多細節 好 比如說能不能用敏捷的方式做規劃 能不能採購的時候 RFP用就是比較是試做 或者是co-design的方法開等等 那這些我們都在跟國發會合作 就是慢慢的會開始把範本做出來 有位朋友想問我對目前半導體產業的看法 這個房間裡面可能97%以上的人 都比我適合回答這個問題 說真的我是學就是 剛剛講了嘛 資訊社會學嘛 communication design 那是就是網路都已經非常非常順了 OSI七成已經全部都可以了之後 最上面的那一層 所以我對於就是IC實在是一跳不同 那我連就是基本的教科書都沒有讀過的那個程度 所以就是你要問我對半導體產業的看法 那個叫做問到羽毛 那但是好在我也不管半導體產業的政策 所以沒有機會這個 因為長官才識的關係 而讓台灣的半導體發展受到影響 這樣子就是我非常清楚我不懂什麼 所以我是絕對不會去管我不懂的東西的 下一個問題是說 就我的觀察 現在政務體制有哪些實質可以改善的空間 該如何開始調整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政策形成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具體可以調整的 那舉例來講 我不是說我們每個部會挑了 當時是一到兩名的聯絡人嗎 我們為了讓大家聯絡感情 我們在2月22號的時候有第0次協作會 因為大家幾乎都是陌生人 然後在一開始就是問大家這個問題 說這個你覺得政府跟人民溝通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大家貼一貼便利貼吧 那當時呢 這個剛好呢 就是在過年前 我們發出這個問卷的時候 剛好是公務員這個 才剛被政務體系得罪的一個時點 就是所謂的國旅卡事件 在當時呢 大家可能 就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真的拿國旅卡 我是發生這件事 我才去知道有國旅卡這個東西可以拿 所以國旅卡它基本上就是說 公務員他因為不要他們加班 所以呢加班這個大概有14天的這個特休 如果你不請的話呢 其實也不會給你加班費 也就是說強迫你休假了 那但是呢 為了強迫你休假 國家呢可能省了一筆加班費嘛 所以這個東西就回過頭來變成 一年最多補助一萬六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請特休假的程度上面 去刷這個可能買一點書啊 或者是買一點這個旅遊相關的東西啊 或者去觀光地點消費這樣 那但是呢 因為要促進觀光嘛 然後可能要對旅行業有一些實質的補貼 所以他就在差不多去年12月31號的時候 公務部說從今年開始 那有一半的錢他就只能去團體旅遊 那團體旅遊就是只能坐台灣觀光巴士 以及其他的一些旅遊社的套裝行程 簡單講就是要跟同事一起出去玩 才能夠刷得掉的錢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公務員呢都非常的不舒服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人問過他們 然後莫名其妙就有一半的錢就被這樣子了 然後呢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補助旅行業也有點可疑 然後當時呢因為媒體上面一直放話 就是說國利款這件事情到底是幫國家省了80億 還是國家額外補助了80億 雙方都有都有講這樣子 我就不點名了 有兩位這個朋友這個在媒體上面互相放話 所以這個時候呢公務員就覺得很衰 因為就是明明已經加班費已經被課扣掉了 還要被無名化 拿出國旅卡的時候呢 還要這個特別被帶到很貴的那邊 或者跟你說不到500塊不到1000塊不能刷卡 還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後來我自己就去fuel test 所以就是都碰到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呢就發現說 這個制度真的是缺乏內部溝通而做出來的 所以當時呢我們就整理了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是當時各組 就是各部會三十二個部會 大家的一些共識的要怎麼解決 那後來呢我們就開始做facilitation 開始做主持 然後說你要怎麼樣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呢 你就是要在開放創新的文化裡面 以解決問題 而且首長認為是重要的情況底下 幫助全體公務人員在公開透明的管道裡面 充分討論地區對話 來提升決策品質 那就是一個具體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到底應該怎麼解決呢 大家就開始用idea development的方式 來畫概念圖 然後最後的大概的收斂到就是說 我們除了這個對外的參與平台之外 也要有個對內的公務員的參與平台 然後可能要適用 而且要讓公務員參與這個平台的設計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又開了工作坊 來做user journey 所以呢就是從開始提案之前 需要方便容易的登入管道以及保護隱私 然後而且要了解提案範圍 然後要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大家又可以提案 然後可以複意 然後可能覺得像國旅卡 應該要改成什麼名字 才不會有污名化的感覺 因為明明就是公務人員強迫不休假 什麼什麼加班 強迫休假什麼什麼不加班卡 什麼之類的 但這個又太長了 所以就可能可以有一些有意義的提議 或者是要怎麼樣去處理 然後後面要有一個營運小組 然後要怎麼樣成案之後 要怎麼樣處理 然後呢要用開放的心態來接受創意思維 而且要有專家學者機關的對話座談 然後而且如果提出很好的問題的人 他可以匿名 但是如果他最後願意顯明的話呢 就會有獎勵措施 而且還會專業的續講什麼之類的 然後有一個相當好的service design 到這個程度 參加這個工作坊的朋友們呢 都還是覺得說 這只是政委在讓大家做練習而已 對 那就是我們試試看嘛 這樣子 那就是 就是 不料 就是隔天我就拿去給院長說 怎麼樣我們來做吧 然後院長看來就說 好主意啊 為什麼不做呢 錢不是問題 然後就指定了國發會管考處 然後莫名其妙就變成一個要點了 然後所以就是說 大家從便利貼收斂到要解決什麼問題 到可行方案的東西 其實它已經足夠細緻 也就是各部會都覺得這是一件好主意 所以我們只要把便利貼裡面的每一個column 就可以翻譯成這種文字 那所以這種文字其實在行政院裡面 這就是我們的code 就是我們的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就是你翻譯成這種東西 政府機器就可以執行 它就是一個compiler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最後收斂到的東西它只要能夠法制化 其實它就會做 所以我今天來之前才 對不對 他簽院我才剛簽出去嘛 所以這個東西就要開標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從大家義憤填膺 到覺得但是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 到可行的解決方法 到收斂到這個可行解決方法 真的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然後到可能我們每個禮拜五這樣收斂之後 我禮拜一拿去給院長跟其他政務委員同事們 然後他們覺得說 對這個真的不錯可以做 那馬上就取得拘束力 然後就回應了 那這個cycle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快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往事整合的那個拘束力的那個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每個月會投票 然後任何部會的PO的聯絡人都可以提案 然後當然一開始提案都是提一些 跟自己權益有關的嘛 然後支持公務委員可以合法組織公會 然後但是慢慢的就會處理一些 大家可能覺得很棘手或需要跨部會 才能夠處理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一個 來用這樣子的方式解決 大概這樣 所以就是說他每一步都要做的事情 其實都很小 但是公務體系很容易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每一步他大家都怕有風險 或怕被抵銷 怕被腰斬 所以他連那一步都不做 或者是就象徵性的跨出一步 那所以我們只要確定每一步的 下一步的拘束力 都在你跨出那一步之前就在那裡 其實這個公務委員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他就可以一下子就收斂到這種 非常好的協作公式來 所以so far我是就是這樣子在處理的 那這個跟下一位朋友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就是說有人好不容易湊滿了五千人 連署過了之後 常常收到官腔式的回應 要怎麼樣改善 那我們目前因為我們的量能有限 所以就是每個月挑三個 不一定是連署案 但是很多是連署案 然後就請這五千個人裡面的 可能五個人左右 來這邊跟我們實質協作 然後把雙方互相達成理解這個過程 用360錄影 用逐字稿 用各種方式 然後寄回給所有的連署人 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到說 他們的訴求裡面 哪些東西是指出真正的問題 哪些其實政府單位已經在做了 只是從來沒有發新聞稿講 然後等等等等 就是讓大家能夠對焦 那這個對焦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對焦 也就是說如果你面前沒有人 你只看到五千六百七十二這個數字 為什麼是官腔式的回應呢 因為他腦裡面沒有一個想像的對象 那這樣子的話 他寫的時候當然就是 以他的長官為他想像的對象 因為他簽合是要往上簽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當然寫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充滿了就是官場的城市語言 就是所謂公文書寫 那但是當我們把實際的利益關係的人找來 然後就是透過反覆的平等的溝通 確定多方都可以理解的話 那樣子產出來的東西 你只要就是很自然的講話 這樣子記錄下來的東西 自然就會是大家看得懂的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還是需要有一個 有血有肉的這個溝通 即時的溝通才能夠讓連署人的想望去對焦 因為畢竟就是你實際在連署的那個 可能一千字裡面的那個頻寬啊 其實是蠻少的 因為一個連署要成功 他一千字裡面就要花五百字 去講這件事情很重要 或者他很義憤填膺 或者再不解決就完蛋了 之類的這種具有急迫性的文字 那可能真的只剩五百字在講他的實質 而他的實質裡面 有可能很多就是直接跳到建議 而不會講說我觀察到什麼事 我有什麼個人經驗 我對他有什麼感受 可是我們如果真的要解決問題的話 我們是要知道大家的感受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politics of feelings 或者democracy of feelings 就是我們的一個具體貢獻 就是我們怎麼把互相傾聽 互相理解彼此這個感受的這個過程 讓它變成有延展性的 有人問城市設計師的職業壽命 這個很有意思 我之前有一陣子在當那個 IBM台灣的System Integrator 然後我就發現說 你如果會就是Cobo或者會Fortune的話 你只要願意耐得住無聊 就好像會這個寫公文一樣 你只要練到一個程度 你基本上就不太會失業 因為永遠都有那種legacy system 需要你去維護 而且碰到Y2K的時候 案子還特別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對城市設計師 真的只是把它想像成是一個職業 那最簡單的就是 你去找他跟某個特定domain 最好是niche domain的那個結合 的那個domain language 然後進入那個社群把它學會 然後只要那個domain還在 你的這個職業就還在 然後就可以當一輩子這樣子 那但是就是說這樣子好像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只是把它想成一門職業的話 這確實是很快速獲得 Job Security 的一個方法 我在西谷認識很多人 他就是到五六十歲 就是在同一個Vertico裡面 然後就是一直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其實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職業壽命上面的問題 那但是如果你感興趣的是 你對城市設計 不是只是把它當作一門職業 而是想要創造出一些東西來的話 那這個東西的職業壽命就蠻短的 因為任何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它不會永遠都是社會問題 它有時候就會真的被解決 然後大家整個社會去看下一個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需要的Skillset 跟上一個問題需要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話 就會變成是要 第一個要準備好失敗很多次 然後第二個所有的工具集 這種東西基本上就是雪過就往 雪過就往就是你要願意一直學新的 因為它是跟著這個 就是on top of things 是跟著時代的這個表面的脈搏走的 那但是如果你對研究比較有興趣 或者是對特定的斗面比較有興趣 就像我們Donald Knows教授說的 你可以on the bottom of things 就是去鑽研某個東西 然後把它鑽研到非常的熟 那這個最基礎的東西 未來所有的城市所有的東西還是要用 那就比較接近資訊科學的這個範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不需要太擔心職業壽命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真正在泛行轉移的資訊科學 其實是很慢的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那有下一位五樓剛剛好這位網友 認為說台灣創業環境不友善 國外有一些就是自己這個創業成功的人 就變angel了 但是呢台灣的創業成功的人 可能就去投別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的投資環境常常看中短期利益 那政府與產業有些僵化的思維 盲目的遵從一些下引號老總上引號 對於年輕人的建議或者是教育 那對於台灣僵化思維與勞資對立 世代對立是否有突圍的建議或者是想法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確實就是第一手經驗不一樣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很難去一下子就改變的啦 就是說像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經濟部它在去年吧 開始辦了非常多場 他們叫做MIX台灣的講座 然後類似panel 它就是找一個已經蠻成功的 可能前一輩的硬體為主的 或者是一些傳統產業的朋友 來分享他們的產業升級或轉型的經驗 然後找一個年輕的 或者是至少是就是比較軟體導向的 然後做技術或者是做應用的朋友 比較是上層的 application 的朋友 來分享他的創業經驗 然後再找一個弄AI的人來講 這個AI對這兩個東西 要怎麼樣把它fuse在一起 那我們在看他們的對談 就是好幾集的不同的MIX台灣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說其實真的最大的差別 就是個人的第一手經驗 那當大家都能夠聽到 彼此的第一手經驗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在每個世代裡面 他們看事情的方法 解決事情的方法 價值觀並沒有差那麼多 差最多的就是說 覺得什麼事情是重要的這件事情 它可能不涉及到人的基本價值 而只是說我的親朋好友都在講什麼 就是同溫層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自己覺得說 多一些像MIX台灣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不會變成是 好像一個世代在教育另外一個世代說 應該要怎麼樣花錢 或者是應該要怎麼樣存錢 而是可以變成是說 雙方都更花一些時間來聽 對方的實際的生活經驗 因為確實現在的這一輩 對於金錢的態度 或者對於這個房子的態度或什麼 它是受到一些實際的經濟參數的影響 這個東西並不是 它是客觀的存在於那邊的 那就是這一代的人共通的經驗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上一代的人 沒有辦法進入這個第一手經驗 可能我不知道耶 我之前的研究領域還包含帶著VR 然後去去 就是實際的去感受到那些實際的地點 然後或者是實際的這個對話 那其實也是蠻有幫助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盡可能對焦到 就是彼此的生活經驗一樣 然後去把這個 雙方互相污名化這個東西 試著把它解開 像國旅卡那個案子 後來我們就是算出來 用Open Data這個 算出來說實際上發國旅卡 政府省了27億 等於吃了公務員27億的豆腐 然後這個東西一出來 它是實際的客觀的事實 怎麼算都已經公佈了 那這樣子的話 雙方那個互相校正的那個相罵本 就消失了 就是說大家看著這個客觀的東西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還是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就不會 雙方是在不同的現實裡面 然後互相指著對方的現實 說那個不是現實 這樣子 那你要至少要對焦到這個程度 才有可能有意義的對話 所以後來我們的 就是國旅卡那一案的回應出來之後 難得的就是八卦版上面 就是看著這個回應 然後就是說 年輕公務員很可憐啊 這個政府這個吃公務員豆腐 還有污名化他們啊 什麼之類之類 非常少看到八卦版 在講公務員好話的 但是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寫到這麼清楚了 所以就是鄉民就 竟然可以跟公務員同袖抵開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真的是一個 文化上一個突圍的一個進步 請問我對於公務員現階段存在的意義 有什麼樣的看法 公務員應該要如何調整 如何轉型 畢竟現在跟當年就是IC的那個時代 就是台西電成立的年代 已經差很多了 這個東西 我是覺得啦 就是說第一個 我對於公務員現在存在的意義 完全沒有概念 我覺得那是大家 大家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指定一個意義給大家 對我來講 如果是外部指派的意義 那個東西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真的 就是任何時候別人跟我說 唐鳳你入閣的意義就是這個的時候 我就說那是你的投射嘛 我這個接受你的想像 但是我沒有迎合你的期待的義務 就是說 因為意義這種東西 它是兩個或以上的人的一個共同想像 才會發生的東西 那當然這邊有一大群人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共同想像 這當然非常好 因為這樣子就是 大家在工作的時候 會互相加強彼此的意義 那但是呢 如果現在是我 就是真的沒有參加各位 就是每天的工作的人 突然之間跑過來 你的意義就是這個 那個就是很不負責任的一個說法 因為我並沒有加入那個 就是想像共同體的共同維繫當中 所以那個意義就會變成是一個空的 或者是一個虛的這種東西 那我盡量不花時間在這個上面 好 那但是我同意現在跟台積電 成立的年代已經差很多了 台積電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在台灣 我們就是有更多的社會的問題要解決 然後很多的社會問題也不是靠技術就能夠解決的 這些都是真的 那但是要怎麼樣子去跟社會做對話 要怎麼樣讓大家的工作裡面 跟社會對話的過程更順暢 然後更能夠發揮意義 或者是internally更能夠發揮意義 那真的就是要大家一起來創造的 我未來如果來公園院上班的話 應該會有很多想法 但是現在因為就是沒有參加各位的日常工作 所以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請問財團法人 該如何避免落入與民爭利之嫌 這沒有辦法避免吧 這不可能吧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有 我們就是說cross sectoral 就是它本來就是一個公部門的邊界 跟私部門的邊界 稍微模糊了一點點的一個中介地帶 那這個中介地帶不管之前是財團法人 現在還有行政法人等等 其實都是類似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大家覺得公部門裡面的那個 樹狀的那個hierarchy的那個文化 對於創新可能真的不是很有利 可是你一下子就完全變成private sector 只是為了自己賺錢呢 又不能真正解決公共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中間出現了一些財團法人 或者一些行政法人 來既能夠照顧到公共的需求 但是又有更好的彈性跟永續性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那我自己在院裡面的業務是社會企業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形容 其實也符合社會企業嘛 就是說從一個方面來講 它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要能夠養得活自己 從另外一方面來講是說 它要賺錢 它賺錢的方法是解決社會問題 這兩個定義都可以用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就是 台灣的這些大法人 就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社會企業 他已經長到就是非常非常大了 那台灣大部分的新創 當然是一些微小的社會企業 所以就跟 但我們延伸這個想法 就是你要怎麼變成不是與民真利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社會企業現在我們會算一個叫做SROI 什麼是SROI 就是社會Return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就是說 你可以解決這個社會問題 你可以直接去捐錢 你捐這個一塊錢 你可以解決一塊錢的社會問題 可是如果你來投資我這個社會企業 你投資一塊錢我可以幫你解決 相當於你捐三塊錢的社會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我的存在就有意義 那如果你現在這邊投一塊錢進去 我只能解決半塊錢的社會問題 那你不如去捐錢給這個慈善團體 或你直接捐給災民 說不定都比較有幫助 因為大部分被我囤掉了這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它還是可以量化的 它不是不能量化 只是你要找出能夠說服社會大眾的量化方式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 對 我確實是與民爭了一塊錢的利 可是我在這中間創造了更大的 可能三十塊 三十塊 三百塊的利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論述我覺得大部分人就可以接受 但這當然還是要就是有 跟社會對話的過程裡面產生的 不是就是自己挑一些index 然後就湊出來的數字 這樣子 有位朋友說要怎麼跟智商九十人溝通 我這邊先講一下 我身高是一百八啦 我智商真的不是一百八 那是就額船 就是那個 我們知道在太空總數之前 有單位算錯嘛 單位算錯就會造成這個很大的誤解 對 那所以那個單位是公分 那成人的智商 尾施智力測驗 到一百零就沒有辦法再測上去了 那它的效度就到這裡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我智商多少 這是真的 那在某一個程度上面來講 其實我很常說一句話 就是你在做那些智力測驗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拿著手機去 上面該罐的APP有罐的話 任何人都破表 而且一定破表的程度都一樣 因為它考的就是你能不能夠 正背一些東西 倒背一些東西 在三位裡面做旋轉嘛 然後或者一些嘗試題 維基百科上都有嘛等等 就是說您只要有帶一個可以上手機去 所有人的智商都一樣都是破表 然後根本沒有差別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可能有行動通訊 或是有這麼快的網路之前 也許智商還有一點意義 就是我這個Processor 它Retain多少了 然後Compute速度嘛 可能怎麼樣 那但是有了這個之後 跟根本沒有差別 就是任何人的智商多少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收到要解決問題 或者要處理的東西的時候 怎麼樣有效的去結合 有類似智趣的人 然後這個溝通的Bandwidth 是不是雙向的 是不是夠好的Quality 而不是只是單向的等等 那任何就是這樣子結合起來的人 都會比任何單一的個人的智商要好非常多 因為他們有正確的Perspective 或有正確的Point of View 那有一句就是西谷也很常聽到的話 就是說一個Point of View 就值20個智商點數 就是說因為當你考慮到 越多人的看的角度的時候 你就越不容易就鑽某個牛角尖 然後就卡住 那才能夠真的溝通 真的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具體回答這個 就是我怎麼溝通 就是希望大家多用這種協作的工具來溝通 它可以是便利貼 它可以是白板 但是它也可以是這種電子的工具 那任何人只要進入這樣子一個這樣的地方 它就是累加式的 就是additive 就是說任何人的貢獻 它是不會取消到其他人的貢獻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智商多少 真的完全不是重點 我已經覺得智商 成年人的智商沒有意義 所以非常非常久了 我是否可以預測一下十年之後的台灣 台灣會這個 就是 就是 左衛已經知道我要講什麼 台灣會這個不斷向上嘛 仰望星空 十年之後就是會大概五十公分 不過比現在高五十公分 對 事實上是這樣 每年身高五公分 就是說因為台灣對我來講是一個地質概念 台灣對我來講不是什麼別的概念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台灣存在已經四百萬年了嘛 人類都還沒有來這邊這麼久 那人類走了之後台灣還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在想台灣的時候 都是在想這整個島嶼 這整個Ecosystem 然後不是說創業的那個Ecosystem 包含創業的那個Ecosystem 就是整個Biosphere 然後整個 反正這個島上發生任何事情 那用這種尺度看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就 比較清楚 因為到十年之後 一百萬年之後 什麼東西之後 確實還是有一些東西會留下來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把這個 整個島炸掉了 就沒有這個島了 所以盡可能不要做這類的事情 但是還有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些 我們都不在這邊之後 對於未來的 可能是人類 可能是別的 跟機器結合過的物種 還有意義的貢獻 那這個東西是我 我比較關心的 那所以這個島 可能就是一個舞台嘛 讓這些東西發生 那我們只要不要破壞 它的生物多樣性 或它的氣候到 到最後沒有辦法居住 就是生物沒有辦法居住 不是只是說人類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過程 但是應該是會繼續生物 是會增高了 政策履歷的精神是如何 工研院有許多的單位 擔任政府組織的幕僚 因此有許多草擬政策 或法規的工房學類的過程 政策履歷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確實我給所有與會的人 十天的時間編輯逐字稿的原因 就是因為希望他們自己決定 要開放到什麼程度 那這裡面 真的看到它的編輯記錄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說你事後誰想要把責任推掉 誰想要寫淚的過程 只要看逐字稿的編輯記錄 我們有一個replay的功能 就會看到每個人的游標 然後大家多改了哪個字 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與會的任何別人也都會看到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改到太離譜 所以就會 那個非常有意思 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的目的 不是在我們就是說 暴力式的透明 不是說什麼東西莫名其妙都直播 那個對大家都沒有幫助 因為它不是在一個有互信的情況下 它的目的是讓大家覺得說 雖然我們在工房炒得要命 但是我回去可能睡覺醒來 心情比較好的 看逐字稿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 當時我因為急著這個吵架 而沒有聽到對方的那個發言 它裡面真的 也許還是有一些有意義的成分 我們還是可以 可以找出一些意中求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有就是說 吵得很兇的會議 但是回去大家看逐字稿 然後各自補資料 有的甚至拖過了十個工作天 那弄完之後大家就覺得 好啦我可以體諒你的感受 所以我還是願意多承擔一些之類 就是說它有一段buffer 那這段buffer可以讓這個人性中 比較好的部分 可以有機會浮上來 因為不然的話 常常就是開會 你就是覺得說 你這次講話就最後一次了 那如果你這次不講 長官就才是了 長官嘗試就完了 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大家都會用比較 就是教徒政策來處理事情 但是我一方面說 我從來不做什麼才是 我就是幫助大家達到一個 就是共同的認識嘛 那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我們就繼續開會嘛 我雖然很討厭開會 但是我願意開到 一直到大家有共識為止 那所以這樣子其實就逃不掉了 就是說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公識 那只好下個禮拜再來 下個禮拜再來 那其實大家也都很討厭開會 所以其實到這個程度上面 大家就會發現說 如果真的能夠花時間在說服彼此 以及可能說服不特定的 看到這個過程的網友 大家到最後還是可以求出一些 所以不滿意但可接受的東西來 那這裡就是要跟那個不滿意的感覺 共處 那逐自搞就是看不到那個表情啊 什麼橫肉啊 青筋啊 的那種表情的時候 真的比較容易跟你不同的觀點相處 所以開放到什麼程度 完全是由實際參與事務的同仁們決定的 想請問對於亞洲矽谷的看法 可行性或者意義跟價值 這個是我入閣的原因 就是這四個字連在一起寫的時候 所有人都把亞洲看成是形容詞 然後呢 英文呢 那個外電出去就是 Asian Silicon Valley 就是亞洲的矽谷 那然後呢 新創權呢 就一片看壞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有人說它是 好比像說新竹金城武 但是你很喜歡金城武 你就會對那個人很不爽 OK 那我們都是 我是在矽谷創業 然後也在矽谷這個 也有待過公司 然後我們很多新創權朋友 都跟矽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看到亞洲矽谷的時候 就是跟看到新竹金城武 是一樣的感受 就說你怎麼膽敢用這兩個字哦 這樣 那所以在那樣的情況下 不管它政策寫得多有意義 多有價值 它沒有用 它一開始感受就已經壞掉了 好 那所以 我當時的一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在亞洲跟矽谷中間 講一個點嘛 那那個點唸成連結 所以就是亞洲連結矽谷 然後全名是什麼 連結亞洲連結矽谷 創新台灣嘛 對不對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突然之間大家感受都好很多 因為我們沒有要取代矽谷 我們只是說 我們要連結新竹跟金城武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要請金城武來新竹 這是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問題嘛 好 那我們既不是說 這個新竹都要養出一堆金城武 我們也不是說要金城武 永遠的搬來新竹 沒有嘛 只是把這兩個中間 關係弄好一點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比較容易接受 尤其是呢 就是其他的亞洲國家的朋友 我們在外交上也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矽谷它確實是個有獨佔性的brand 好像你就是全亞洲最好的那個 才能叫做矽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大家有這種競爭性的想法 但我們現在說 不是喔 我們是幫亞洲的所有國家 不管是我們發展上面 處於相對的價值鏈的哪裡 我們都要連結起來 而且呢 要一起跟矽谷有所連結 這些連結是雙向的 然後突然之間大家都覺得 蠻有意義的 那所以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這個意義我們是 現在是講得很明白 是說要跟亞洲的其他的 價值鏈商的夥伴 以及跟矽谷的朋友們 不管在法規上 在資金上 在人材上 一起創造 就是我剛剛那個 一起創造意義的那個概念 而不是像本來的那個講法 很容易讓人覺得是 非常的中二 就是說我都不需要你們 我自己就是亞洲 我自己就是矽谷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這個 就是在國際上 感覺也是蠻中二的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把它重新加以定義 那但是其實你去看政策的內容 並沒有哪一個政策 或哪一個計劃 實際編進去的時候 是說我們要取代矽谷 我們要變成亞洲什麼 獨霸的什麼 都沒有 完全沒有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非常本格的 就是IoT的產業開發 就是資金跟人才跟法規的連結 就是該做的事情把它編起來 這樣子 它只是那個標籤真的是 取得不太好 那所以在當時就是 做了一個重新定義 它本身的可行性 如果你實際去看它的計劃本身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它裡面真的沒有哪一個部分是 我要炒這個地方的房價 或者是說我要去騙誰的投資 什麼之類都沒有 它做的事情是一些非常基本的技術 然後以及法規以及原才的這種連結跟開發 請問技術的成長歷程 要如何訓練小朋友們 左關號普通智商 右關號未來能夠像您一樣高幹 就是真的要給他們手機了 真的 就是有了手機之後 可能要就是教他們上網 然後有了手機又可以上網之後 真的就跟我智商就一樣了 所以這非常非常容易的 這個小朋友們現在幾乎不用學就會使用 大家要學的是怎麼樣把這個網路跟實體的世界 有意義的整合 對不對 好 那我技術上面的成長歷程 其實也還蠻多元的 因為我當時想要就是做資訊社會學 就發現說其實在做的就是從哲學方面做 從社會學 從經濟 從哲學 從各個不同學們都有人在做這個題目 而且大家用的字一樣 意思還不一樣 所以就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去搞清楚同一個字 在各個不同學們裡面 到底給他什麼不同的意思 這些意思到底有沒有任何重疊的地方 到底學們之間的對話是否有可能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當時很多哲學老師 政大哲學所有企 給了我非常多的幫助 就是讓我搞清楚說 人類在用語言的時候到底在幹嘛 這樣 那所以這裡面的技術 我覺得很多更多的是 人跟人之間怎麼樣溝通的技術 有些東西是電腦可以輔助的 像如果沒有slido 我現在要手動把大家的問題 用傳小紙條 傳post it貼在這邊 然後用白板做收納 那個也做得到 我也受過這個訓練 可是第一個我手會痠 然後第二個兩個小時之後 我能夠回答的問題 可能是這個的五分之一左右 所以就是說它真的自動化 真的可以讓我們比較有效率 但是不表示說我們只要自動化就好了 自動化什麼的那個什麼 是我們要提供給這個技術的 同樣的這個技術 你要怎麼樣去運用 你還是要回到說 你沒有這個技術 只有上一代的技術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的互動模式是好的 然後你要求下一代的技術 把它做到更好 或者把它做到更有效率 但並不是說 下一代的技術 讓什麼東西變得更容易更方便 然後我們整個社會就調適 然後來幫這個技術作駕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它就是在講說 我們透過技術外推 你上一代技術喜歡這個 那你這個應該 這個技術出來可以五倍 那你喜歡這個一定是這個的五倍的量 今年不是說五倍嗎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東西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量到五倍的時候 人是不開心的 沒有辦法接受的 或它馬上就變成一種成癮性的 而不是一種這個有效的溝通等等 所以當我們技術很容易做到更好 更快更大的時候 還是要回來想說 我們要跟技術要求什麼 那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的成長歷程 就是先搞清楚說 我想要用什麼方式跟人對應 那這裡面包含很多我不做的事情 剛剛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 大家應該有一些感受 所以就是說我不會因為 技術讓這些事情變得很容易 所以我就莫名其妙就去做了 而是說我有一個很穩定的價值 然後我是每一代新的技術出來的時候 是問說這些技術對這些價值可以有什麼幫助 我們還有十分鐘 三四歲退休看似是多數人都很難做到的事情 請問如何決定要退休 退休的定義是什麼 退休的基本要素是什麼 我退休其實不是因為 因為我有一筆很多的存款 然後銀行利率很高 然後我就可以每個月頂退休節 我退休是因為我工作的那三個公司 就是Social Text 蘋果 然後跟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這三個他們都跟我簽了一個很奇怪的顧問合約 大致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挑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呢我做的東西都是開放緣碼的 就是in principle 開放緣碼 或我自己可以決定要不要開放緣碼 然後呢不管我做多少 他們各自每個月都給我二十幾萬 那所以這個東西 它其實不能說是退休 它比較是一種就是senior researcher 或一個retainer這樣子的一個職位 那但是原因是因為 我在開放緣碼社群做的事情 這三家團體都覺得說 他們不管怎樣一定用得到 然後他們想要成為第一批知道怎麼用的人 然後希望我帶他們的年輕人怎麼去用 我帶了好多批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樣的狀況在開放緣碼的 自由軟體社群裡面是非常常見的 你如果對Linux kernel 有一個程度的貢獻的話 你到全世界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說是大家會願意你過得好好的 然後只是做你愛做的事情 但是他們只要求一個 就是你做出來的時候他們第一個知道 就這樣子 但他們不反對你跟別人分享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雖然說是退休啦 但是並不是沒有在做創造 而是說我做創造的方向 不是由任何特定的團體來指定 所以我33歲大概是這個情況 那當然入閣之後就剩可能三分之一的薪水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我決定要退休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後來就發現說我真的只有在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題目的時候 我才有創造力 我做任何其他別的就是別的公司指定的題目 我就做的普通好而已 也沒有比一般的矽谷的工程師好 那這樣的話我領非常高的薪水 我也覺得蠻浪費投資人的錢啦 說真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是我更願意去 就是做這些公司跟社群中間的橋樑 那就很像我現在在做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通道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基本要素 還是要你要達到一個 一個夠穩定的一個社群 而這個社群都覺得說你的貢獻 對這個社群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有幫助 或至少無害 那大家很願意來支持你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可以算是一種退休的一種方法 這樣子 網路是國際的市場 請問就業率低 政府是否有 這個東西剛剛已經回答過了 對不起我們跳過一下 沒有破壞就沒有創新 沒有犧牲就沒有勝利 相較於國外 台灣的創業風氣相對保守 請問政府有何解決方案 其實我覺得最需要破壞的就是那個面子問題 你知道還有面子問題 基本上是不可能創新的 因為面子就是一個人對自己的一個形象的 一個固著的概念嘛 那創新它某一個程度要破壞的就是 之前都沒有人做過 那沒有人做過就包含沒有你做過啊 所以你只要對自己的那個形象 還停留在你之前做的什麼事情 基本上很難做出很 radical的創新 大部分就是在既有的軌道上面把它做得更有效率而已 並不是說這樣有什麼不好 但是就是比較不是創業需要的那種創新 所以政府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去這個告訴大家說 這個面子問題不重要了 我們不可能總統令這個就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可以在教育的過程裡面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在入閣前是就是107課綱 雖然現在要108才能夠上路了 但是107課綱的課發會的委員 那我們在做107課綱的時候的想法 就是說因為他現在國小一年級嘛 我們不知道他高三出去的時候 到底那個產業變怎麼樣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我們能夠教他的其實就只有 他要自己怎麼樣學習的那個自發 他要怎麼跟別人溝通來彌補每個人的 特殊能力的不足的那個溝通 然後以及在過程之中創造 讓大家都受益 而不是讓一小部分人受益那個共好的精神 那這三個都超級抽象 可是呢這個東西才是需要國民教育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老師用身教的方式一直陪小孩 而不是灌輸小孩什麼 一直陪到他能夠長出他想要解決的問題 或他想要做的題目為止 那這個東西在師陪上面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挑戰的 那我們花了非常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但是我們相當程度相信 尤其是因為台灣的合法的實驗教育的關係 在實驗教育我們累積了一些經驗 我們相信說這樣子成長出來的小孩 他比較不會有莫名其妙要跟別人競爭 比較不會把相對地位當作重要的事情 而實際上忽略自己的絕對幸福 那另外就是說他比較願意去創造一些 地球上沒有看過的東西 因為他的成長過程中 從他七歲開始就是被鼓勵做出這樣子 跟別人都不一樣的東西來 而不是跟別人都一樣的東西來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製本的方法啦 那但是我現在當然已經不再刻發揮了 但是我是很希望說這個東西能夠 不但如期上路 而且我們之前規劃那些適配可以真的做出來 因為除此之外 我真的沒有任何別的方法來改變這種 比較是文化的東西 台灣如何將軟硬的能力做整合 資訊管理與法規如何在眾多大平台裡面 合理開放去管理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法規的這個部分其實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因為我們之前在做法規調試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累積出相當多的 就是怎麼樣才是一個法規調試的良好的 process的一個經驗 這個是在有join平台之前 我們幾個就是G0V的臨時政府的朋友們 做出來的一個算是實驗性質的平台 現在還在營運啦 v taiwan.tw 那這裡面就可以看到我們之前 用這種比較是開放擴大偵詢的方式 然後又能夠收斂成共識的方式 到底調出哪些法規來 那這個之前是蔡玉玲老師 在哈士政委的時候做的事情 那當時我就是在外面 就是以一個pro bono的這個身份 做一些技術上的資源嘛 那現在就是我們就角色互換 他用pro bono的方式 繼續做一些法律上面的資源 但是基本上是一樣的一個 運作的一個模型 所以如果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到v taiwan.tw 看一下我們之前工作的一些方法 所以法規調試其實是相對容易的 就是說我們大概知道說 我們這法規調試的過程裡 怎麼納入利益關係的聲音 中間我們怎麼樣試做幾次 然後讓學者以及各界意見能夠平衡 那我們現在也開始把這個東西 scale到更多的 像數位通訊傳播相關的法律來 但是這個東西它解決的是 法規不合時宜的這個部分 但是它並沒有積極性的 要把現有的軟體跟硬體 加以整合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我覺得還是要透過 就是鼓勵各種產業創新來做 那這裡的重點不是創新產業 創新產業大家都會講 這個隨便就可以做出一百個來 但是產業創新是說 你已經有一套工作方法 但是你願意藉由帶來一些技術 像現在最紅的就是機器學習 把機器學習帶進來 然後看或是什麼別的東西帶進來 然後看說有哪些本來在工作過程裡面 習以為常的東西可以因為帶進這個東西 而有完全不同的製作方法 或者是討論方法 那像我們在公部門裡面 我們自己也在try說 我們如果像剛剛那個逐字稿 它如果現在可以用機器學習來產出 人只需要做editing 或者是說像中間的很多主持的技術 或者是很多語意分析的這些東西 哪些是我們重複的 任何人來做結果都一樣的 我們可以引入更多的機器學習 來把這些榮工拿掉 大家早一點下班 才會有時間去做人類才能做的事情 就是價值上面的判斷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整合的一個關鍵 就是軟體它還是要用來解決 我們目前的workflow裡面的問題 而不是說為了做軟體做軟體 我自己在創業以及工作過程裡面 一向都是做軟體都是為了省錢或者是省時間 我很少為了賺錢或者賺時間 那不可能來開發軟體 那所以我對軟體的想像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說有沒有省錢省時間的方法 然後讓大家更做一些就是人才能夠做的事情 而不要做一些機器才能做的事 好 那我現在還有30秒 所以這個有一位糖粉在底下問說我的PTT ID 我的PTT ID是Audrey糖 A-U-D-R-E-Y-T-A-N-G 好 OK 那但是我就是入閣之後就沒有再加好友的習慣了 可能要等我還下一份工作才能夠加好友 對 但是就是很歡迎在PTT上面用站內心 或者用什麼其他的方式 然後我在臉書有兩個帳號 有一個building的那個是公務帳號 有一朵玫瑰花的是私人帳號 那就歡迎大家這個又是沒事這個可以來閒聊 那最後就是如果有任何follow up想問我的問題 可以到ask.ptis.taiwan 那它會展開到我們PTT的一個forum的一個平台裡面 那我的要求只是說這個問題是公開問的 那它的回答也必須要用CC授權讓其他人都可以回答 所以這是一個累積FAQ 累積常見問答集的方法 所以今天就是說雖然還有六十個問題 一面加速的這個回答完 有些根本不是問題嘛 亂告白的 那但是就是說也很歡迎就是在那個 我們discourse這個平台上面再繼續我們的對話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唐鳳姐的演講以及回應 我們主辦單位我們有準備禮品 是有一個禮品齁 那個我想今天大家聽唐鳳的演講一定是一巴不能齁 可是我想這個因為時間關係齁 那我們還是在這個我們必須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以後我們希望有機會 我們能夠再多多邀請唐鳳來我們這裡演講齁 尤其是如果做政委做累的話齁 我們其實公園有很多缺啦齁 這個齁 而且我們也知道你已經退休了齁 其實對薪水的要求並不高齁 我們提供也不多啦齁 所以 那我們當然有一個紀念品要送給您齁 這是一個喇叭 謝謝 好跟 要照相是不是 到中間 喇叭還要照相啊 我等一下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為什麼要送喇叭呢 我在想說為什麼要送唐鳳喇叭 因為我們知道齁 那個政委要上立法院去 但是他不用備詢嘛 坐在那裡蠻無聊的 所以呢我就送您一個喇叭齁 就是沒事就打開聽聽音樂齁 而且那個政中政委啊 當我們董事長一當很久 我們都沒有送他喇叭 所以呢 就麻煩你音量開大一點 讓他也可以一起聽齁 好 好我們是不是謝謝 再次熱烈掌聲謝謝我們 好